第491章 我可不会帮你 是啊 这么多年了 总得回来看看 聂云锦看着那女人 你先进去吧 我们很快就到 大姐 要不你们上车 那女人开口 这小区挺大的 你们走进去 也得十来分钟 而且 你也是第一次来这里 搞不好会迷路的 也行 那麻烦开一下后备箱 聂云锦点点头 后备箱很快打开 林白把行李箱放了进去 聂云锦和林白 一起钻进车子后排 大姐 这我男朋友张鹤 龚长张 鹤鹤有名的那个鹤 女人开始介绍开车的男子 这男人长得倒也不错 就是年龄稍稍大了点 看着三十多了 张鹤 这就我大姐 聂云锦 我以前跟你说过的 大姐好 姐夫好 张鹤回头跟两人打招呼 然后继续开车 老公 这我妹妹云锦 聂云锦倒是也介绍了一下 云锦 这是我男朋友林白 姐夫好 聂云锦倒也喊得挺亲切 车子驶入别墅区 转了好多个弯 最后抵达目的地 一栋占地 大概两母的独栋别墅 爸 妈 大姐回来了 聂云锦下了车 就朝里面喊了一句 很快就出来 一对男女 看着五十来岁的样子 正是聂云锦的父母 聂金才和柳东梅 爸 妈 聂云锦下了车 伯父 伯母 林白也跟着喊人 好好好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聂金才笑得很开心 紧紧啊 你可算回来了 快 给妈看看 柳东梅拉着聂云锦 这里摸摸那里念念 好 真好啊 我家大丫头 长得是真好看啊 其实聂云锦也算漂亮 跟聂云锦有那么几分相似 但跟聂云锦相比 差距就太大了 而且 聂云锦的身材 就更普通 两个女儿都回来了 还都带回男朋友 聂家父母 看着都是欢天喜地 简单安置之后 柳东梅给儿子聂云 想打电话 让他安排地方 晚上一家人找个馆子 庆祝一下 林白跟聂云锦 来到二楼一间卧房 房间布置得简洁温馨 还挂了一张照片 正是少女时期的聂云锦 虽然身材没有现在风鱼 但也美丽非凡 大宝贝 你家好像还挺好的嘛 你爸妈妹妹 似乎对你都还不错呢 林白都有点不太习惯了 毕竟 之前不认是秦雪瑶 还是宁青亚 跟家里关系都很差 苏若冰虽然跟父母关系还可以 但整个苏家也是一团糟 至于乔非烟的父母 他压根就没见过 我跟他们见面的时间挺少 聂云锦亲生说道 很小的时候 我师父 也就是鼠山剑阁上任阁主 发现了我 他觉得我天资惊人 想带我回鼠山 但师父当时情况其实不太好 他生怕我被人发现 所以名义上 我一直都在上学 不过世上的寄宿学校 谎言这东西 一旦开始就不好结束 所以在我父母眼里 我就是一个 被某家贵族学校 用奖学金招居的好学生 小时候 我半年回一次家 后来一年一次 再后来 几年一次 聂云锦站在窗户旁边 有些出神 林白来到他身后 还住他的腰肢 缓缓往上 你只管摸 等你晚点上火了 我可不会帮你 聂云锦也不阻止 林白叹了口气 离开了他的身体 不想给自己找罪受 你师父呢 林白干脆转移话题 大概六年前 师父他过世了 我到现在都不确定 他到底怎么死的 聂云锦语气里 有几分忧伤 当时鼠山间隔有些混乱 我就闭关冲击金丹七 结果走火入魔 然后就遇到了你 我一直以为 那是心魔幻境 而你就是我最大的心魔 曾经我以为 只要我从了你 我就能从里面醒来 可后来发现不是 我想过杀了你 可打不过你 又舍不得 直到天节来临 你死了 我就醒了 我就以为 你确实是心魔 而接下来 我突破到金丹 正式出关 接任阁主 聂云锦缓缓转身 没想到 前不久 我又收到消息 你杀了剑阁弟子 他沉默了一会 然后轻轻说道 我不该下山的 若是他不离开剑阁 或许林白永远也找不到他 大姐 大姐 稍显急促的声音传来 却是聂云锦快速上楼 大姐 出事了 第492章 不是挺好说话的吗 怎么了 聂云锦微微醋眉 他刚回家 就出事了 大姐 我悄悄跟你说 聂云锦想拉着聂云锦离开 云秀 你直说就是 不用逼着林白 聂云锦看出了妹妹的顾忌 大姐 那 那我直说了 聂云锦颇为无奈 就是你那个相亲对象 他已经来我们家了 他也住在我们小区 听说你回来了 就马上过来了 来了就来了呗 聂云锦猝眉 告诉他 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让他走就是 大姐 事情有这么简单就好了 聂云锦苦着脸 他住的别墅 可是我们小区的楼王 价值几个亿呢 他跟二哥还有生意来往 反正我听说 他家背景很深 最好是别得罪他 爸妈原本其实不想让你跟他相亲的 就是不敢得罪他 才答应了 原本爸妈觉得 你可能今年也不会回来 答应也没事 可没想到 你突然就真的回来了 没事 我下去跟他说清楚 聂云锦拉着林白就下楼 楼下客厅 聂金才和柳东梅 正在招待一个张鹤 和另一个年轻人 这人二十多岁的样子 白白静静 看着还挺斯文 谢谢伯母 我自己来就行 白静男子正在客气 然后 他眼睛就直了 他看到了正在下楼的聂云锦 一瞬间 他就觉得自己很渴 居然会有如此漂亮的女人 还有他那身材 不对 是哪个王八蛋正在抱着他 白静男子终于回过神来 他的视线 落在了林白身上 而这一看 他心里就涌起浓浓的嫉妒 奶奶的小白脸 居然比他脸还要白 你好 聂大小姐 白静男子深吸一口气 就冷静了下来 他站起身 朝聂云锦伸出手 我是孔斯文 终于见到你了 不好意思 我老公不让我跟别人握手 聂云锦很平静 孔先生 很抱歉 我爸妈不知道 我已经有老公了 还请你回去吧 相亲的事情就到此为止吧 好吧 看来是我自作多情了 孔斯文收回手 那我就不打扰聂大小姐了 我先到此 孔斯文微笑着 转身走出客厅 聂云锦转头看向聂云秀 这人不是挺好说话的吗 聂云秀一时无言以对 这个孔斯文 今天看着 似乎真的很好说话 可这 不是孔斯文的风格啊 大姐 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 但据我所知 他其实有个绰号 叫做斯文禽兽 聂云锦有些不安 他走得这么爽快 我觉得不会这么简单 搞不好 他正在想办法报复我们呢 没事 不用怕他 聂云锦自然不会在意 他乃堂堂鼠山剑阁阁主 哪里会在意这种小杂鱼 虽说 现在他并没有打算暴露身份 但不是还有林白吗 真遇到事情 让林白处理就是 至于到时候 家里人发现 林白并不是保安 那跟他有什么关系呢 反正骗人的是林白 不是他 好了 先别管这事 云翔发地址过来了 我们先去餐馆吧 柳东梅这时开口 到那里再跟云翔商量一下 他毕竟认识孔斯文 聂云秀也不再说什么 一行人很快离开家里 来到一家名叫川香堂的餐馆 众人走进包间 已经有一对年轻男女正在等待 又是一番介绍 林白也知道 这对男女的名字 男的自然就是聂云翔 而女的乃是聂云翔女友 钟晓蕊 姐 你可算是回来了 聂云翔长得其实也挺帅 他一脸感慨 这几年 你音讯全无 爸妈都差点以为你出事了 其实也是出了点事情 没法跟家里联系 聂云锦淡淡一笑 不过也不是什么大事 就不说了 事情都过去了 我做的外贸生意比较复杂 有时候得去国外那些兵荒马乱的地方 姐 要不你还是回来吧 不行就去我公司啊 聂云翔忍不住劝起来 你说 你再隆都 也就两万一个月的薪水 干嘛这么拼命呢 要不你回天府 在这买个房子结婚 这钱我来出就是 我现在生意虽然不算大 但一年也能赚得几百千把万的 虽说比不上那些真正的富豪 可养我们一家 还是没问题 话没说完 聂云翔手机就响了 他看了一下来电 便急忙接通 孔少 什么 聂云翔脸色骤变 第493章 你是我姐花钱过来的 不是 孔少 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聂云翔试图解释什么 但很显然 没什么效果 他放下手机 脸色稍显苍白 云翔 怎么了 钟晓蕊忍不住询问 没事 公司得一点问题 聂云翔勉强一笑 你们不用管 我能搞定的 快上菜了 我们先吃饭再说 二哥 是孔斯文给你打电话吧 聂云秀也没忍住 有啥事 你就直说吧 之前孔斯文去过我们家 他看到大姐已经有了男朋友 就直接走了 他现在是不是耍了什么手段 想要报复你 其实也没什么 就是有一批货 他现在不要了 聂云翔笑了笑 没事的 我再找个买家就是 啊 钟晓蕊却是脸色一变 云翔 孔少那批货 他不要了 这批药材价值几个亿啊 都是他定制的需求 他现在突然不要 我们卖给谁啊 马上就过年了 临时去哪里找下架 而且就算能找到 搞不好也得亏损不少 办法倒也不是没有 聂云翔摇摇头 其实我也听说过 这些药材 本来也不是孔少要的 他其实也是 在帮别人收购 对方收购价格还挺高 他在中间 也捞了不少差价 前些日子 我暗中也打听了一下 药材收购方 应该是精雷集团 精雷集团 在天府也有分公司 只是分公司那边 应该只跟孔少对接 我直接找过去的话 肯定会吃笔门羹 那云翔你的意思是 钟小蕊询问 难道你想直接去 江城的精雷集团总部 对 现在只有这个办法了 聂云翔点点头 小蕊 你给我订一张 去江城的机票 我晚点 做今晚的红眼航班过去 明天一早就去精雷集团 孔思文在天府 虽然很有背景 但他肯定管不到江城 以前我不想得罪孔思文 但现在既然得罪了 就不管那么多了 林白看了看身边的聂云锦 聂云锦摇摇头 显然是让他别管 林白也就不说话 他其实还真没想到 聂家的生意 居然跟精雷集团 也扯上关系了 话说回来 他本来也不管生意的事情 原本 如果聂云锦让他管一下的话 他打个电话 这事也就能搞定 让聂云翔的公司 直接跟精雷集团那边 对接就行 轻轻地敲门声传来 服务员推门进入 开始上菜 那边钟小蕊 已经买好机票 聂云翔也招呼大家吃东西 而聂家人 对林白和张鹤 也都挺热情 加菜 敬酒 几乎没停 这里的菜味道也很不错 挺正宗的川菜馆 林白也不客气 神情自若 对于敬酒 也是来者不拒 时不时 他还为聂云锦吃点东西 聂云锦也一样 时不时也送点东西到嘴边 两人的亲密模样 分外自然 让人一看就知道 这绝对不是庄的 来 姐 姐夫 我再敬你一杯 聂云翔走到林白旁边 端着白酒 他明显已经喝多了 说 说真的 我 我本以为你是我姐花钱雇来的 可 可现在我 我确定了 你跟我姐 是 是真的 来 干 干杯 聂云翔舌头已经打结 但他这话 基本上是聂家每个人的想法 之前他们都觉得 林白像是聂云锦花钱雇的 可现在 他们都信了 是啊 大姐 我本来也以为姐夫是假的呢 聂云秀也开口说道 说起来 既然这样 你们赶紧结婚吧 姐你都三十岁了 赶紧结婚生孩子吧 你不结婚 我跟二哥都不好意思结啊 我正在考察他呢 不急 聂云锦看了林白一眼 你们俩也不用等我 要结婚就赶紧结吧 我们还想多谈谈恋爱呢 还有 云翔 你等会还要坐飞机呢 就别再喝了 我没事 我还能喝 聂云翔歪歪倒倒 而他手机这时 却又响了起来 他一手拿着酒杯 一手拿过手机接通 是 是我 什么 哪里烧了 仓库烧了 关我什么事 等等 你说什么 聂云翔似乎一下子就被吓醒了 你是说 药材都被烧了 第494章 让你的漂亮大姐 去找孔少 啪 聂云翔手中的酒杯坠落地上 摔得粉碎 他蹬蹬后退几步 一屁股坐在包间里的沙发上 电话已经挂断 而他彻底醒了 云翔 怎么回事 钟晓蕊已经冲到聂云翔旁边 你说药材都被烧了 你 你是不是听错了 聂云翔没有说话 他虽然被吓醒了 但酒精其实依然有些影响 整个人看着 就像是傻了一样 钟晓蕊则已经拿出手机 自己开始拨打电话 是我 真的都烧了 一点都不剩了吗 真 真的一点办法 都没了 好 好的 哦 我知道了 钟晓蕊挂断电话 脸色变得异常难看 聂云翔 你醒醒 钟晓蕊朝聂云翔吼了起来 看看你现在做的好事 几个亿的药材都没了 其中两个亿 你都是找人借的 现在 你要怎么去还这个钱 聂云翔抬头看着钟晓蕊 挤出一缕笔哭 还要难看的笑容 小蕊 我 我会想办法解决的 想办法 你哪来的办法 钟晓蕊打断聂云翔的话 你得罪了孔少 谁还会给你面子 你信不信 马上就会有人来催你还钱 就像是为了验证钟晓蕊的话一样 聂云翔的电话 马上就响了 卢总 我们不是说好的念后吗 不是 卢总 这是有协议的 喂 喂 那边电话直接挂断了 而聂云翔的脸色 也变得更加难看起来 算了 聂云翔 我们分手吧 钟晓蕊提起自己的包包 幸好我还没跟你结婚 不然我就被你害死了 我也懒得管你这钱怎么还了 反正已经跟我无关 说完这话 钟晓蕊直接朝外面走去 晓蕊 等等 聂云翔终于回过神来 急忙起身冲过去 将他拉住 晓蕊 我们都已经在计划结婚了 你 你真的要因为这些钱就离开我 我会想办法解决的 聂云翔 你醒醒吧 钟晓蕊不耐烦甩开手 想什么办法 你以为 这就是几个亿的事情吗 我告诉你 就算你筹到钱 能还了这几个亿 这也不是结束 你们家得罪了孔少 他不会就这么放过你们的 钟晓蕊转头看向聂云锦 冷笑起来 算了 看在我们 也曾经在一起两年的份上 我就告诉你个解决办法吧 让你的漂亮大姐去找孔少 事情自然就能解决 至于别的办法 你也别想了 钟晓蕊说完这话 就拉开包间 快步走了出去 从门外 还传来一句 别再联系我了 包间里很安静 聂云翔又坐回沙发 拿起手机 似乎想打电话 但最终 他还是没打出去 沉默了几十秒 他重新回到座位 我们继续吃饭吧 有什么事 回家再商量 聂云翔拿起筷子 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可就在这时 张鹤站了起来 云秀 抱歉 我也得走了 你也要跟我分手 聂云秀看着张鹤 倒是挺平静 云秀 你们不知道孔少的真正背景 张鹤叹气 我不是要跟你分手 但我这次帮不了你们家 孔少已经让人私下放出话 谁敢帮你们家 就是跟他为敌 云秀 如果你们家能顺利度过这次的麻烦 我们依然可以继续在一起 行了 我们分手 聂云秀打断张鹤的话 你滚吧 现在是老娘甩了你 张鹤摇摇头 没说什么 朝包间门口走去 他拉开门 终于还是没忍住转头 其实钟小蕊说的对 那是唯一的解决办法 滚 聂云秀怒喝 张鹤不再说话 走出包间 不好意思 事情既然因我而起 我会解决的 聂云锦此刻终于开口 姐 这不关你事 聂云祥摇头 你也别去找孔斯文 他不是什么好东西 至于小蕊 分手也好 当初就是他把你的照片 发给了孔斯文 才让孔斯文对你念念不忘 非说要跟你相亲 稍稍犹豫了一下 聂云祥又开口说道 不过 姐 要不 你们还是今晚就离开吧 你们俩留在这里 可能不太安全 孔斯文这个人 听说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想走 包间门口传来声音 晚了 一群人走近 为首的正是孔斯文 第495章 乖乖献上你的女人 刚刚离开的张鹤和钟小蕊 居然也都跟在孔斯文身后 除此之外 还有七八个魁梧保镖 聂云祥 卢总那笔两亿的资金 债权已经赚给我了 孔斯文拖过一把椅子 大马精刀地坐了下来 现在 我们来谈谈怎么还钱吧 孔少 这笔钱约定的是年后还 聂云祥显得很平静 到时候 我自然会还的 哼 聂云祥 你当我是傻子呢 孔斯文摇头 你不外乎就是想拖延时间 让你大姐能够跑路 算了 我也不跟你谈 孔斯文转头看向聂云锦 聂大小姐 你也不想你的家人 都因为你家破人亡 失去一切 下半辈子 都过着悲惨的生活吧 我想你已经见识到我的能力 我只需要一句话 就让你们聂家 瞬间从天堂坠落到地狱 而现在 我也只需要你一句话 你若是愿意做我的女人 你们聂家 会重新回到天堂 甚至 比以前更好 其实 我一句话也能送你们上天堂 懒洋洋的声音响起 说话的自然是林白 当然 我一般情况下 更喜欢一巴掌 送你们上天堂的 可惜 我家大宝贝 希望我今天温柔点 不让我太暴力 既然这样 我就用一种比较温柔的方式 送你们升天 林白摸出手机 拨通一个电话 一人美女 我知道你肯定一直在盯着我 既然这样 你就顺便 帮我干点活吧 林白不慌不忙 天赋有个叫孔斯文的傻叉 居然敢威胁我老婆 你给我弄死他全家吧 嗯 我马上把他家给抄了 最多十分钟 萧一人答应得很爽快 事实上 对于林白的这类要求 他求之不得 从他的立场 他更希望林白 在面对普通人时 让他来解决问题 而不是直接利用 林白自己修仙者的力量 一人美女你真怪 比我家大宝贝乖多了 林白有些感慨 然后就挂了电话 他看着孔斯文 还有十分钟 你就会跪下来求我了 可惜 没用 孔斯文用一种奇怪的眼神 看着林白 看了足足十秒 然后就爆笑出声 哈哈 你们听到了吗 他居然说我要跪下求他 哈哈 孔斯文笑得前仰后合 不错 不错 你小子真会讲笑话 我本以为你 只是个小白脸 没想到 你居然这么幽默 看来 你能把聂云锦哄到手 也是靠实力的 就你这讲笑话的本事 哪个女人 不会被你骗到手吗 孔斯文身后众人 也都是一脸笑意 孔少 我听说这小子 就是一个小保安 张鹤此刻开口了 看他长得倒是不错 没想到吹牛是真厉害 挺好 我就喜欢这么有趣的人 孔斯文一脸笑容 聂大小姐 你这男朋友 其实我还真挺喜欢的 我身边就缺少他这样的人才 你要乖乖从了我 我也不介意放他一条生路 还有八分钟 聂云锦也说话了 哼 还玩起倒计时了呢 钟小蕊冷笑起来 我说聂云祥 你这姐姐是脑子有问题吧 你真不劝劝 你姐不知道孔少的厉害 你还不知道 难不成 你还真相信 你这个小白脸姐夫 有那种本事 聂云祥现在其实也有点猛 他完全没想到 林白会突然冒出来 毕竟林白之前存在感很低 看上去除了跟他姐秀恩爱之外 也没做别的 可现在 林白突然号称 要让孔斯文跪下求饶 这 这真把聂云祥给整不会了 最关键的是 他姐 似乎还信了 居然帮着林白在倒数时间呢 姐 聂云祥终于开口 只是却被聂云锦直接打断 还有六分钟 你们等会就行 显然 聂云锦也不想说太多废话 千言万语 不如直接看结果 行 聂大小姐 你既然这么有信心 那就等 孔斯文翘起二郎腿 我倒是要看看 在这天府之地 有谁能让我孔斯文下跪 对了 小子 既然还有几分钟 不如我们打个读 孔斯文看着林白 若是你的牛逼不能实现 你就乖乖献上你的女人 然后跟我混 如何 第496章 孔家真的被抄了 你不配跟我打赌 林白一脸淡然 行了 安静点 等死吧 若是往日 他早就直接一巴掌 把孔斯文拍飞了 不过现在 其实并不是他想低调 而是聂云锦想隐瞒 他鼠山剑阁阁主的身份 这一来 没办法 他也只能低调点 话说回来 让别人干活也挺好 能省事 这段时间 他还想让聂云锦 尽快恢复实力 他也打算开始认真修炼 如果突破到金丹的时候 真的又遭遇天结 那似乎也不是坏事 正好可以把这个大宝贝给睡了 小子 你可真是不知死活啊 张鹤摇头叹气 你不是天府人 不知道孔少的强大 也可以理解 但你至少应该打听一下吧 孔少乃是天府孔家继承人 而天府孔家 乃是天府赫赫有名的顶级家族 你知道什么叫顶级家族吗 资产千亿 只不过是个最基础的门槛而已 顶级家族的抵御 超乎你的想象 张鹤 你这么急着表现吗 聂云秀忍不住嘲讽 云秀 你这话就错了 张鹤摇头 我只是说事实而已 再说 你们聂家 莫非到现在还不明白吗 不论是我 还是钟小蕊 我们看得上你们聂家的人 还不是因为孔少 若非你们原本跟孔少有些关系 不然就凭你们家这点底子 你们配跟我们上流圈子的人玩耍吗 没错 钟小蕊冷笑起来 你们聂家能有今日 本来也是孔少扶持起来的 可你们却不知好歹 以前推三阻四 不让聂云锦回家也就算了 这次回来了 居然还让聂云锦带个男人回来 你们不给孔少面子 还想在这个天府过好日子 简直是做梦 行了 不必跟他们废话 孔斯文摆摆手 还有三分钟 三分钟之后 我就会让他们明白 什么叫做真正的上流社会 叮铃铃铃 手机响了起来 是孔斯文的 他拿出手机 接通电话 爸 怎么了 怎么了 你在外面干了什么好事 电话那头传来怒吼 我们孔家完了 全完了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 这个世界上 有些人惹不起 让你低调点 不是 爸你开什么玩笑 孔斯文心里咯噔一下 谁跟你开玩笑 电话那头继续怒吼 我们孔家被抄了 所有资产被查封 所有人都会被抓走 我养的一条狗 都被抓了起来 你等着吧 不管你在哪 马上也会有人去抓你的 他们说了 都是你干的好事 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 你若知道自己得罪了谁 现在求他 说不定还来得及 不然你就死定了 电话猛然挂断 孔斯文脸色 变得有些凝重起来 他马上又拨出一个电话 是我 我家发生什么事情 什么 孔斯文脸色 变得更加难看 他急忙又连着 打了几个电话 每个电话打完 他的脸色 就变得更加苍白 十分钟到了 林白懒洋洋的声音响起 你现在 是跪下来求我吗 还是跪下来求我吗 其实你跪着求我也没用 但我觉得 你多半 还是想试试的 你 你到底什么人 孔斯文看着林白 眼神里 已经多了几分恐惧 真 真是你做的 你 你不就是个小保安吗 你怎么可能做到这些事 孔少 到底怎么了 钟小蕊忍不住开口 而这时 他电话也响了 什么 孔家真的被抄了 钟小蕊很快惊呼出声 张鹤电话几乎同时响起 而他自然也是得到了相同的信息 两人此刻神情惊骇 用见鬼一般的眼神 看着林白 这小白脸到底什么人 聂云祥聂云秀 此刻也有点猛 啥情况 孔家真的在十分钟之内被抄了 这 这也太离谱了点吧 他们也不自觉看向林白 这小白脸姐夫 这么厉害的吗 好像就打了个电话 便把事情搞定了 不 这不可能 孔思文突然嘀吼一声 我不信 给我关上门 孔思文猛然站起来 而两个魁梧保镖 也马上将包间门关上 同时还堵住了门口 小子 我不管是不是你做的 孔思文一脸凶狠看着林白 今晚 我要让你走不出这个包间 第497章 抓你的人来咯 别说 你这反应 我还挺喜欢的 林白笑容灿烂 毕竟 这样的话 我家大宝贝 就不会说我暴力了 来 让你的人快来 我正好揍你们一顿 毕竟我早就想揍你们了 聂云祥聂云秀 又不自觉看向聂云锦 却发现聂云锦无动于衷 显然丝毫也不担心 小白脸 你有种 孔思文冷笑一声 上 给我废了它 两个魁梧保镖 马上就朝林白重来 啊 啊 下一秒 两个魁梧保镖 就惨叫着跪在地上 膝盖都碎了 明明痛不欲生 却居然还只能跪着 想躺着都不行 算了 我也不跟你们浪费时间 林白疏然起身 下一秒 几声惨叫跟着响起 所有保镖都跪下了 说真的 你们这膝盖有点软啊 林白摇头 随后看向孔思文 听说你叫什么思文禽兽 可你这能力 其实也不够格当禽兽啊 包间里有点吵 这些跪着的保镖 依然忍不住惨叫 至于聂家众人 此刻则很沉默 聂云锦内心毫无波澜 其他人则是都有些震惊 他们现在都是满脑子问号 聂云锦这到底是带了个什么男朋友回来 看着像那小白脸 结果这么暴力的吗 小子 你还真有点本事 孔思文此刻却一点都不慌 你真以为 我孔思文是靠别人 才有今日地位的吗 现在 我就让你体会一下 我的真正实力 孔思文猛然脱掉外套 往地上一甩 一股气势猛然从他身上涌出 一群废物 都给我别叫了 他嘀吼一声 迅速踢出脊脚 将那些魁梧保镖都踢昏倒地 所有人都以为 我孔思文是依靠孔家 才有这一切 但 我告诉你们 我 孔思文 靠的是我这一双拳头 孔思文双拳紧握 重重 朝林白跨出一步 现在 我就让你这小白脸知道 我拳头的厉害 一声吼叫 孔思文一拳挥出 看上去 气势十足 林白却只是很随意地伸手 抓住了孔思文的拳头 就这 林白一脸嘲讽 孔思文脸色一变 另一只拳头 也马上轰出 林白也抬起另一只手 依然很随意 还是轻而易举 就抓住了孔思文的拳头 而后 林白微微用力 咔嚓 骨骼碎裂的声音 是那么清脆 而孔思文的惨叫 也毫不意外响起 啊 你这拳头也有点软啊 林白摇头 跟着抬脚 飞快踢出两脚 咔嚓咔嚓 依然是骨骼碎裂的声音 孔思文突然就矮了半截 就跟刚刚那些魁梧保镖一样 跪在了地上 我说了你会跪下来 那你就会跪下来 林白松开孔思文的拳头 往后退了几步 坐回椅子上 现在 问题来了 你要不要求我 你 你他妈到底是谁 孔思文痛得大汗淋漓 我是舞者 我他妈是舞者 你怎么可能这么轻易打败我 孔思文完全无法接受这一切 他想不通 明明就是一个看着很普通的小白脸 最多也就是帅了点 怎么会这么强 因为你太菜了 林白摇头 没人叫过你吗 菜就多练 再耸一点 可惜啊 你也没机会练了 抓你的人来咯 急促的脚步声传来 包奸很快被推开 走进一对全副武装的男人 为首男子扫了一眼 很快就看到林白 见过林公子 为首男子朝林白行礼 大小姐让我转告您 孔思文是最后一个 其他人都已经解决 行 拖走吧 我也懒得 让他求我了 没意思 林白挥挥手 是 林公子 为首男子也不多说 一挥手 其他人就开始行动 将孔思文和地上那些 昏迷的保镖一起拖走 你他妈到底是谁 我不甘心 你让老子死得明目 孔思文在那大叫 但很快就被塞住了嘴巴 包奸里 很快就恢复安静 只是 气氛多少还有些诡异 因为 张鹤和钟晓蕊还在 他们俩站在那里 有些不知所措 电话突然打破沉寂 你好 我是聂云祥 是我的仓库 找到放火的人了 要给我赔偿 好好 好的 谢谢 我 我马上过去 电话挂断 聂云祥一脸激动 爸 妈 我先去一趟公司仓库 烧我药材的人抓到了 会给我全额赔偿 真的吗 太好了 云祥 我陪你一起去 钟晓蕊一脸欣喜 快步走向聂云祥 第498章 一个帅破苍穹的老公 听到这话 刚刚还一脸激动的聂云祥 脸色都是就阴沉下来 钟晓蕊 大家好聚好散吧 聂云祥一脸冷漠 你在公司的股份和薪水 该给你的 我都会给你 但也就到此为止了 你刚刚做过什么 你自己心里有数 聂云祥 你们聂家要发达了 就想甩了我是吧 钟晓蕊有些恼怒 你是不是忘了 我已经怀了你的孩子 没错 我刚刚是做的不对 但谁没犯过错呢 我现在跟你道歉 总降了吧 行了 钟晓蕊 你要跟我一起去是吧 那就一起去 聂云祥深吸一口气 我知道你想谈条件 我们私下去谈 别在这里恶心我家里人 走吧 聂云祥一拉中小蕊 直接出了包间 张鹤看了聂云秀一眼 终究什么也没说 直接走了出去 这一下 包间里的气氛 倒是正常了不少 姐 姐夫到底干啥的呀 聂云秀终于忍不住开口 你之前 说他只是个保安 有他这么厉害的保安吗 还有刚刚那个人 韩姐夫林公子 难道姐夫 其实也是什么 大家族的继承人 哦 我懂了 姐夫为了追你 故意去当保安接近你 是这样的吧 别说聂云秀还挺能脑补 对 就是这样 聂云锦也懒得多解释 就当是这样吧 那 姐夫你到底是哪个大家族的人 聂云秀颇为好奇 你一句话就灭了孔家 也太厉害了吧 嗯 我是清云灵士的 林白说了实话 不过 你肯定没听过的 清云灵士 聂云秀想了想 还真没听过 看来姐夫 一定是那种影视家族的传人 虽然没什么名气 但实际上超厉害 嗯 我看小说里都是这样的 好了 云秀 你也别一直问了 柳东没这时开口 我们也吃得差不多了 先回家吧 对了 小林第一次来天府 云锦也这么多年没回来 要不 云秀 你带你姐和姐夫 出去逛逛 顺便也熟悉一下附近的环境 好啊 聂云秀自然是一口答应 而聂云锦对此 倒也没有反对 他们所处的地方 虽然是郊区 但其实也颇为繁华 附近有个广场 晚上也挺热闹 聂云秀带着林白 聂云锦两人 来到广场 习惯清静的聂云秀 瞬间就感受到 满满的人间烟火气 大姐 姐夫 别看现在冬天了 这里晚上人 也超多的 聂云秀正在介绍 跳广场舞的大妈 出来玩的小孩子 还有散步的 总之特别热闹 然后你看四周 各种小吃都有 你们有没想吃的 嗯 我想吃那个冰糖葫芦 聂云锦拉拉拉林白 你去买 我去买就行了 聂云秀准备过去 却被聂云锦拉住 让你姐夫买 聂云锦神情认真 哦 好吧 聂云秀也没再强求 林白去买了一根冰糖葫芦 来 大宝贝 给你一个人吃 林白笑容灿烂 聂云锦接过冰糖葫芦 轻轻咬了一口 不知道想到什么 有些出神 姐夫 我也去买点吃的 你们等我一下呀 聂云秀走向一个小吃摊 林白顺手搂着聂云锦 大宝贝 你想什么呢 我第一次见到师父的时候 他给我买了一串冰糖葫芦 聂云锦轻轻说道 我曾想过 等我当上阁主 一定找出师父的真正死因 可因为你 总之 这些日子 我并没有去查这件事 我刚刚在想 二十多年里 我苦苦修炼 成就金丹 跟家人一起相处的日子 少得可怜 我也没有朋友 这个世界上 就没有几个真正认识的人 然后 我现在又从头开始了 聂云锦又轻轻咬下一颗糖葫芦 慢慢咀嚼 那我过去的二十多年 有意义吗 大宝贝 当然有意义了 你若不修炼 你就不会走火入魔 你不走火入魔 你就不会认识我 林白认真回答 再说 你现在也不是真正的从头开始 这次 你会到达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当然 最重要的意义 还是你有了我 这么一个帅婆苍穹的老公 聂云锦用异样的眼神看着林白 而后问道 你知道我这次回家 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吗 第四百九十九章 你得一直陪着我 带我见家长 林白一本正经回答 我想磨练心境 聂云锦缓缓说道 我曾经走火入魔 就是因为心境不稳 我听他们说 你觉得我们曾经根基不稳 所以对付不了天结 但其实 你有没想过 是我们心境不稳 在那个梦里的仙剑 你确定 我们真的很想抵抗那个天结吗 不论是我 又或者吴梦 甚至都想从那个世界死去 然后醒来 而且 我到现在依然不明白 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世界 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 让我们进入那个世界的呢 聂云锦扫了一眼四周 这里的繁华 到底是虚幻还是现实 我甚至都有些分不清 其实你很清楚 不论是梦里的仙剑 还是这个世界 都是真的 林白一只手 探入聂云锦衣服里面 就像 我现在这么做 你的反应和梦里一样 而你的感觉 也跟梦里一样 至于为何会出现 两个真实的世界 大宝贝啊 连天结这种虚无缥缈的东西 都真实存在 那这一切 又有什么稀奇的呢 在这个世界 你是高高在上的 鼠山剑阁阁主 在那个世界 你也同样是 高高在上的荣经圣女 这一切 你其实都明白 你只是 还没完全适应吧 林白将手抽了回来 当然了 这不怪你 是我的错 是我找到你太晚 让你胡思乱想了半年 总之呢 我会陪着你慢慢习惯的 聂云锦看着林白 足足几十秒 一会后 他才轻轻说道 其实你跟梦里有些不一样 不过 现在的你 更真实 鼠山剑阁内部有些问题 我这次也想顺便解决掉 所以 在我重回京丹之前 你得一直陪着我 大宝贝 你想要我陪着你 不需要找这么多理由的 林白叹气 你只需要开口 我肯定愿意 是吗 聂云锦那美丽的眼眸 有着一缕淡淡的激潮 那我让你只陪我一个人呢 不可能的 林白一脸认真 我亲爱的大宝贝 绝对不会对我提这种要求 聂云锦没再说话 他确实不会真的提这种要求 因为他知道 林白办不到 在那个梦里的仙剑 一个人有很多道理 其实很正常 当他是荣金圣女的时候 他从来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对 只是 回到这个世界 这一切 似乎不是那么正常 更不正常的是 这男人 到了这世界 还多找了好几个 特别是现在 他似乎也不再是那位剑阁阁主 不经意中 他似乎已经把自己的角色 带入到一个普通的女人 她 是普普通通的聂云锦 除了漂亮 胸大 腿长 身材抱好之外 都很普通 大姐 吃这个不 聂云锈弄了一大堆小吃回来 啊 我试试 聂云锦回过神来 这些东西 对他来说 其实也是很久远的记忆 大姐 你这身材真好啊 聂云锈看得羡慕不已 也难怪姐夫为了你 不惜去当保安 聂云锦脑子里闪过一些画面 在梦里那个仙剑 林白为了他 做过的事情 可真不少呢 不经意中 他心境已经有了变化 既然那梦里的一切 其实都是真实发生过的 那现在 他和林白的重逢 已经是最好的结果 其他的 其实 都不重要 老公 给你吃个土豆 好好吃的 聂云锦声音突然间温柔了许多 眼眸 也有着藏不住的温柔 大姐 你们这又开始秀恩爱了 聂云锈叹气 给条活路吧 我刚失恋呢 聂云锦还没说话 迎面却走来一对男女 哟 这不是云锈吗 女人有些惊奇的样子 听说你被张鹤甩了 恭喜啊 你终于恢复单身了 又可以继续浪了呀 冯蓉你有病吧 聂云锈没好气地说道 你自己浪 别扯我头上 哟 急了 冯蓉轻笑 你很浪这件事 可不是我说到 是你家张鹤跟朋友吹的 他可说了 你什么姿势都会 一看经验就很足 对了 许文 那次你也在 我没瞎说吧 冯蓉看向身边的男人 冯蓉 你跟张鹤一样贱 聂云锈被气得脸通红 看 又急了 冯蓉笑得更加得意 被说中了吧 说起来 张鹤甩你 就是因为你太浪吧 第五百章 特意来取笑你的 冯蓉 你嘴巴这么贱 不怕挨打吗 聂云锈咬牙切齿 还有 我希望你弄清楚 不是张鹤甩我 是我甩了张鹤 哈哈 你想笑死我吗 冯蓉哥哥娇笑起来 就你 甩张鹤 人家张鹤是名副其实的富二代 你呢 你算的啥 还有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家已经完蛋了吗 真是笑死我了 你以为我为啥在这里 我就是从这里经过 看到你在路边 特意来取笑你的 好了 现在我笑完了 走了 冯蓉挽着许文的胳膊 转身就朝路边走去 站住 清冷动人的声音响起 出声的乃是聂云锦 云锈 给那个张鹤打电话 让他滚过来 告诉这两个东西 是你甩了他 哟哟 谁这么大口气呢 冯蓉停下脚步 转身看向聂云锦 这谁啊 长得还挺漂亮的 咋就缺了个脑子呢 他刚刚都没注意到聂云锦 只顾讽聂云锈去了 而现在这一看 就止不住嫉妒起来 怎么会有这么漂亮身材 还这么离谱的女人 冯蓉身边的许文 此刻也是一不开眼睛 他盯着聂云锦 直插眼珠子没掉出来 冯蓉 既然他们这么说 不如我们留下来看看 许文有点舍不得离开 正好这广场也挺热闹的 好啊 冯蓉点点头 我倒是要看看 张鹤是不是真的会过来 聂云锈 你快打电话 我们正等着呢 打就打 聂云锈冷哼一声 他拿出手机 拨通电话 张鹤 我给你发个地址 我姐 让你马上滚过来 随后 聂云锈就挂断电话 同时给张鹤 发过去一个定位 原来这是你姐 冯蓉明白过来 聂云锈 你这长得跟你结杂 就差这么多呢 你说你们姐妹俩 差距这么大 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的 到底你不是亲生的 还是你姐不是亲生的呢 冯蓉你嘴巴真贱 聂云锈咬牙切齿 你再胡说八道 信不信我抽你 你 抽我 冯蓉 笑得花枝乱颤 来啊 我倒是要看看你敢不敢 他突然抬高声音 各位叔叔阿姨大哥大姐 看他这里哦 这里有人说要打我呢 你们帮我作证啊 他要敢打我一巴掌 我就敢让他去橘子里过年呢 广场其实很嘈杂 刚刚两人在这边争吵 也基本没人听到 现在冯蓉这么大声一喊 不少人都看了过来 甚至连不远处 跳广场舞的大妈 都暂停了音乐 有热闹看 谁不想看呢 两个女人打架 就更想看了 来啊 打我呀 冯蓉一副 把脸送过来的样子 聂云秀 我还真挺想你打我呢 这要是能把你送进去过年 那我就太开心了 哈哈 啪 响亮的耳光声响起 四周众人顿时就兴奋起来 打了 真的打了 不少人已经拿出手机正在拍摄 这么热闹的事情 必须分享出去 聂云秀 你 你真敢打我 冯蓉摸着自己火辣辣的脸颊 一时间有些难以置信 啪 又是一巴掌 还有个清冷的声音 是我打你 你不是很牵手吗 而这一下 众人也都看向了聂云锦 我去 这女玩好漂亮 好漂亮的妈 大美女啊 打人都打得这么好看 一时间 众人都开始去拍聂云锦那脸蛋 还有那身材 至于挨打的冯蓉 大家已经一点兴趣都没有了 你 你敢打我 冯蓉异常愤怒 好 好 你给我等着 你要替你妹妹进橘子是吧 我成全你 冯蓉摸出手机 就准备打电话 等等 许文却抓住她的手 冯蓉 先别急 我们先跟她谈谈 许文看着聂云锦 已经丝毫掩饰不住眼里的渴望 这位美女 你当众打人 这么多人都看到了 许文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 我呢 也拍下了视频 现在 你说吧 想怎么解决 你不会真的想进橘子吧 像你这样的美女 真要进去了 会出什么事情 那就真的不好说了 许文显得有些急不可耐 我呢 也不废话了 我这里有个建议 我们换个地方 私下谈谈 如何 第501章 你挨你妈去 许文你什么意思 冯蓉有些恼怒 你看上这女人了是不是 冯蓉你小点声 许文压低声音 你不是想报复她吗 你让我来处理 我肯定会让她 比进去蹲半个月更惨 冯蓉看了看 聂云锦那美艳非凡的脸蛋 又看了看 她那风雨动人的身材 眼里的嫉恨更濃 好 你来处理就是 冯蓉咬牙切齿 我要她变得比聂云秀还下贱 许文脸上露出几分兴奋 她又看向聂云锦 眼神里的贪婪更为明显 美女 给个话吧 你是要公事公办 去橘子里解决呢 还是我们私下商量 换个地方解决 许文换了换手机 你刚刚打人的视频很清楚 证据确凿 你是没法抵赖的 而且 我女朋友刚刚告诉我 她头很晕 你这两巴掌 可能已经把她打成了脑震荡 若是你不能给我们的说法 那我们就得给你个说法 许文 你跟冯蓉在搞什么 张赫匆匆走来 她脸色有些难看 而许文看到张赫 则是更显兴奋 赫哥你来得正好 许文快步走到张赫面前 压低声音 赫哥你看到没 那是你前女友聂云秀她姐 那脸蛋真漂亮 身材超顶 赫哥 你看我刚拍下了她打冯蓉的视频 现在她的把柄在我们手里 我们想怎么玩她都行 许文已经止不住心里的兴奋 脑海里已经开始在幻想某些画面 可下一秒 她就感觉剧痛传来 啪啪 许文只觉眼貌惊心 脸颊还传来剧痛 她一时间有些睁不开眼睛 只听到张赫的怒吼 玩你妈 你玩你妈去 张赫有些气急败坏 你他妈找死 别拉上老子 不是 赫哥 你 你这怎么了 许文被打得有点猛 这 这难道不是好事 好你妈 张赫心态有点崩 他狠狠一脚踹在许文肚子上 你他妈离老子远点 我跟你们不熟 哟 张赫 现在装不熟了 聂云秀冷笑 你平时可都跟他吹嘘 说我什么姿势都会 这得是跟你多好的哥们 现在你跟我说 不熟 张赫转过脸 看着聂云秀 很勉强挤出一丝谄媚的笑容 云秀 你 你听我解释 我 我 闭嘴 别喊我云秀 我跟你没这么说 聂云秀冷哼一声 我现在问你 是我甩你还是你甩我 当然是您甩我 是我配不上您 张赫陪着笑 聂二小姐 只要您愿意 别说给您当男朋友 您让我给您当狗 我都心甘情愿 真的 是吗 聂云秀呵呵一笑 那你学狗叫两声给我听听 汪汪汪汪汪汪 张赫还真叫了起来 一时间 四周众人都惊呆了 我去 这啥情况 一帅小伙 学狗叫 为了追个女玩 这么努力的吗 不只是围观的陌生人 许温和冯荣更是惊呆了 这 这真是张赫 张赫 你 你没事吧 冯荣忍无可忍 你啥情况 聂云秀这样一个浪货 你犯得着 啪 张赫反手一巴掌 甩在冯荣脸上 你给老子闭嘴啊 你们俩蠢货 到现在还没收到消息吗 张赫低吼起来 孔少已经完蛋了 整个孔家都完了 你们俩还不知道吗 我告诉你们两个蠢货 那位聂大小姐的男人 就只是一个电话 让孔家完蛋了 你们居然还敢去碰瓷人家 你他妈要找死 去自杀不行吗 跟老子无关啊 张赫只想离聂家人远远的 可却又被聂云秀 一个电话喊了过来 而来了之后 才发现 是许文冯荣干的好事 这会儿 他甚至恨不得 直接掐死这俩蠢货 聂二小姐 我 我知道不是什么好人 我也有些嘴贱 但 但我也真的没对您 做过别的坏事 张赫一脸乞求地 看着聂云秀 您 您就把我当的屁 放了我好吗 我保证 以后永远 从您视线里消失 绝对不会再来打扰您 什么 这 真的 许文突然惊叫出声 他刚刚在打电话 下一秒 他就猛然扑到聂云锦面前 扑通给跪下了 聂大小姐 我错了 您饶了我吧 不等聂云锦说话 他又朝旁边吼了一句 冯荣你个贱人发什么呆 快来跪下 第502章 刚刚挂断电话 他整个人看上去也傻了 显然 他终于也知道 孔家发生的事情了 被许文一句吼 他总算回过神来 对 对不起 聂大小姐 我错了 你认美心善 放过我吧 冯荣也赶紧跪了下来 眼看着这两人都跪了 张赫也不敢再站着 急忙也跪了下来 一时间 四周的吃瓜群众都惊呆了 这什么鬼 他们一边拍视频 一边下意识看向聂云锦 这个漂亮的不像话的女人 似乎来头超大 大姐 现在怎么办 聂云锈倒是也没想到 会是这么个场面 四周围观群众太多 他也有点想离开了 你觉得怎样能出气 就怎么处理 聂云锦一脸淡然 行 大姐 那我来处理 聂云锈看着三人 你们仨嘴巴都很贱 所以呢 你们互相扇一百个儿瓜子 还有 你们刚刚嚷着 想让我大姐去橘子里过年 那你们仨等于记得主动点 既然你们都打人了 自己去橘子报到过年吧 好的好的 谢谢聂二小姐开恩 张鹤一副感激不尽的样子 谢谢聂二小姐开恩 谢谢二小姐 许文冯荣也是出声感激 别说 他们此刻是真的感激 看看孔家的下场 他们只是挨点耳瓜子 加上去橘子里待个十几天 这都不算是 啪啪 巴掌声很快响起 三人已经开始互伤耳光 大姐 姐夫 围观的人太多了 要不 我们还是回家吧 聂云锈这时小声提议 嗯 回去吧 聂云锦点点头 他本身就不是很喜欢这种热闹的地方 三人很快离开 而他们身后 巴掌依然啪啪响 以前还觉得他们 这些人挺厉害 现在发现 回家的路上 聂云锈有些感慨 其实都是欺弱怕强罢了 遇到比他们厉害的人 他们真是连狗都不如啊 世间绝大多数人 都是如此 习惯就好 聂云锦对此很淡定 大姐 还是你厉害 找了个这么好的姐夫 聂云锈多少有些羡慕 不过 你本来就是最漂亮的 找个最好的姐夫 也正常了 大姐 说真的 我就没见过比你漂亮的女人 就算是那些明星 也跟你差远了 可 其实你这身材 姐夫一定很享受 好了 别说这个 聂云锦美艳脸蛋 稍稍有点红 他身材好 他自己当然是知道的 至于林白是不是很享受 在梦里先见 他肯定是超享受 但现在 他得让他受受罪了 三人很快回到聂家 还没进门 就听到里面传出吵闹声 聂云锈脸色微变 下意识加快脚步 很快来到客厅 就发现 除了他爸妈之外 还有两个人 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还有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 而聂云锈对他们并不陌生 年轻人是他堂弟聂云波 中年妇女则是他二婶 王玉桃 聂云波 你大晚上的 来我家吵什么呢 聂云锈颇为不满 对这位堂弟 他没什么好感 三姐 我来找二哥的 现在二哥躲着不见我 算几个意思啊 聂云波却是更加不满 我要求也不高 就是让他给我退股而已 我当初投了一百万到他的公司 现在只是让他还一百万 也不过分吧 行了 你别喊我三姐 聂云锈一脸嫌弃 你是怎么有脸说出这些话的 当初你看二哥公司赚钱 就非要入股 入股也就算了 还说你没钱 先找二哥借一百万 然后用分红还 你这空手套白狼可真溜啊 然后呢 二哥还是答应你了 你自己拿过多少分红 心里有没点说 到现在 你还来要投资款 你投过一分钱吗 三姐 那可是白纸黑字有合同的 聂云波却是面不改色 谁也没规定 不能借钱投资吧 至于跟谁借钱 不都一样吗 总之这股份我今晚必须退 二哥公司要破产 那可不关我的事情 这一百万 你们家今晚必须给我 没错 必须退钱 王玉陶此刻也开口了 如果拿不出来现金 你们就赶紧 把这个房子抵押给我们 明早就去过户 你们这郊区别墅也不值钱 一百万刚好差不多 第503章 你们敢认我吗 不是 玉陶 我跟你们说了 云祥只是在处理公司的事情 聂金才忍不住开口 爸 别说了 聂云秀打断父亲的话 聂云波 你要退股市吧 行 我让二哥赶紧给你退 退完股 你们就别再来找我们 云秀 我刚给你哥打过电话了 柳东梅这事亲声说道 你哥那边的事情还没处理完 赔偿还要点时间才能到账 现在他们账上暂时也没一百万现金 然后云波这边也不愿意等 云秀 让他把股份转给你 聂云锦这是开口 你签好协议 我帮你给签 啊 好 聂云秀点头 聂云波 你一定已经准备好协议了吧 来 赶紧签了 我马上转签给你 聂云波确实准备好了协议 他听说聂云祥的公司完蛋了 只想尽快拿到钱 这不 协议很快签好 而聂云锦也让林白打了钱 行了 聂云波 以后我们家 跟你们家不再有半毛钱关系 聂云秀开始赶人 赶紧出去 哼 说的谁想跟你们家有关系一样 聂云波有些不屑 就你们家现在这样子 我看你们明天就得卖别墅 对了 这别墅之前 你们一百万不想卖 下次你们 要是再想卖给我 我就只出八十万了 什么八十万 声音从门口传来 就是聂云祥已经回来 云波 你来这里做什么 我不是说了 公司没事 二哥 你不用跟他说了 他已经把股份都卖给我了 聂云秀马上阻止 以后跟他没关系 这样啊 聂云祥很快就明白过来 也好 小妹 那你这回可赚大了 我那笔烧掉的货 赔偿已经到位了 三个亿的成本 按照五个亿的收购价给了赔偿 我们净赚两个亿 你那十个点的股份 能得到两千万的分红 这钱我晚点就打给你 什么 两千万 聂云波惊叫起来 这 这怎么可能 公司要财被烧了 还能得到这么多钱的赔偿 不 不对 这两千万是我的 就反应过来 你们赶紧把钱给我 没错 这是我们家小波的分红 王玉陶也马上反应过来 你们赶紧把钱给小波 还有 那个股份转让不算数 这么大的公司 一百万就想让小波 把股份转让给你们 这怎么行 你们俩要点脸行不行 聂云秀一脸鄙视 我忍你们很久了 以前你们死皮赖脸 非要入股 今晚见我们家出事 你们就马上要退股 现在 看到我哥又赚钱了 你们就有反悔 我跟你们说啊 赶紧滚 不滚别怪我们不客气 哟 云秀 你跟婶婶是这么说话的 王玉陶一脸冷笑 你拿了我们两千万 还这么殷勤呢 你对我们不客气 这钱你要是不给 我还对你们不客气呢 我跟你们说 我家小波也是认识人的 不要觉得 我们拿你没办法 他语气里的威胁味道 已经相当明显 金哥 你们最好马上给钱 不然 别怪我们让你们家 这年都过不成 笑死 现在还威胁我呢 聂云秀一点都不慌 去呀 快去喊人 不过你们喊人之前啊 我建议你们去打听一下 孔思文的下场 要是你们知道孔思文的下场 还敢喊人来搞事 我就服你们 聂云秀 这可是你说的 那你给我等着 聂云波怒气冲冲 这钱 你们今晚必须给我 妈 你在这里等着 我去打电话喊人过来 要等出去等 我们家不欢迎你们 聂云锦终于开口 给你们三秒钟 马上出去 不然 我老公会把你们扔出去 哟 你这丫头几年不回家 回家之后 倒是比你妹妹更拽呢 王玉陶冷笑 扔我出去 你们倒是扔了试试 你们敢碰我 我就敢赖在你们家过年 啊 王玉陶和聂云波 同时飞了出去 姐夫你真厉害 大姐说扔你就扔 聂云秀一脸佩服 确实厉害 门口却又走近几个人 连我骑红天的人 也敢往外面扔 你们聂家 是真有点东西啊 就是不知道 你们敢扔我吗 第504章 已经在灭了 说话的是个穿着皮衣的男子 30来岁的样子 手里拿着一把弹簧刀 正在弹出 收起不停循环 看你们的样子 似乎不认识我 齐红天扫了一眼 不会吧 不会吧 不会真的还有人 没听过我齐红天吧 看来 你们这档子不够啊 天哥 这家人就是没有眼见 聂云波已经从外面爬起 重新进来 他一声冷笑 天哥可是我们整个 天府地下世界的老大 平时像你们这种小角色 根本不会让天哥亲自出马 若不是天哥正好在这里有事 你们想见天哥一面都难 这是你们的荣幸 你们知道吗 不管天哥说啥 你们最好都老老实实照做 说真的 你们这些蠢货挺烦的 林白终于有些忍不住了 都快过年了 活着不好吗 天哥 就是这个小白脸 把我扔出去的 聂云波马上开口 他好像是那个聂云锦的男朋友 天哥您看 聂云锦长得可真漂亮 聂云波看着聂云锦 即便这是他有血缘关系的堂姐 他也忍不住两眼放光 那身材 太带劲了 小子 你老婆真漂亮 我喜欢 齐鸿天盯着聂云锦 眼睛也快转不动了 下一秒 他就感觉一股剧痛 整个人飞了出去 不只是他 他带来的几个小弟 还有聂云波 也几乎同时都飞了出去 啊 惊天动地的惨叫响起 这几个人刚刚落在院子里 林白就也跟着出来 他一脚踩在齐鸿天当步 齐鸿天顿时就来了个鸡蛋 齐齐上天 你 你他妈对我做了什么 齐鸿天躺在地上 根本起不来 他痛不欲生 很想直接昏迷过去 可偏偏又没法昏迷 林白摸出手机 再次拨通萧依人的电话 依人美女 有个叫齐鸿天的小混混 你也给我灭了吧 既然有人干活 他也干脆省点事 已经在灭了 马上能干完 萧依人却像是未卜先知 依人美女你真棒 等我有机会 一定以身相许 林白很满意 这位一人美女真的很能干 林白刚刚挂断电话 齐鸿天和他几个小弟的手机 几乎同时都响了起来 痛不欲生的齐鸿天 根本没法接电话 而他那几个小弟 倒是马上都把电话接通 很快 他们就惊呼出声 老大 不好了 我们的厂子都被抄了 人也都被抓了 老大 听说那些人正在来抓我们的路上 我们要不要赶紧跑 老大 不好意思 我先跑了 有个人刚想跑 就被林白一脚踹断腿 这一下是跑不成了 你 你到底什么人 齐鸿天看着林白 脸上满是惊骇 你档子不够 不配知道 林白淡淡说了一句 而后 他就收回脚 视线里 一群全副武装的人 正快速奔来 接下来 也没什么悬念 放开我 我是无辜的 我是无辜的呀 聂云波被拖走的时候 还在那尖叫 小波 舅舅小波呀 我家小波无辜的呀 王玉桃也在喊 可他也同样被拖走了 大宝贝 时间不早了 我们回房休息吧 林白则转身 搂着聂云锦上楼 今晚应该不会再有人来找事了 至于聂家另外几个人 此刻都还在客厅 听说七红天所有地盘 刚刚都被抄了 抓了无数人 上百辆大巴车在拖呢 聂云祥低声说道 我们那位姐夫 可真厉害啊 还是大姐厉害 聂云秀感慨 姐夫一定是缠他身子 那么听他的话 此刻 楼上房间 听到聂云秀这话的林白 多少是有点郁闷的 他确实挺缠聂云锦这大宝贝的 可惜 刚刚在他身上摸了几下 他就不敢再摸了 真的顶不住啊 安心修炼吧 聂云锦轻轻说了一句 两人都上了床 却都是盘膝坐在床上 临时担药自然早有准备 而这个晚上 两人也真的都在安心修炼 直到清晨时分 两人几乎同时睁开眼睛 原因倒也很简单 楼下又传来吵闹声 下去看看吧 也该吃早餐了 聂云锦拉了拉林白 两人一起下床 稍稍收拾一下 两人就手牵手下楼来到客厅 大姐 姐夫 早啊 客厅里的吵闹瞬间停止 而喊得这么甜的 居然是钟小蕊 第505章 我本来就是恶人 聂云锦微微醋眉 他看了旁边的聂云祥一眼 这事还没解决 大姐 他肚子里真有我的孩子 我 我这也没啥办法啊 聂云祥一脸无奈 本来昨晚我都跟他谈好了 孩子生下来我养 我会得补偿 可他今天一大早又反悔了 非说要跟我结婚 说什么 孩子必须有爸爸有妈妈 为了孩子好什么的 我这 聂云祥一脸苦闷 原本他跟钟小蕊 确实都准备要结婚了的 可谁知道 突然发生这么个事情 尽管钟小蕊 还是那个钟小蕊 可聂云祥 已经有些没法接受了 一个遇到事情 就马上抛弃他的女人 他怎么能若无其事 跟他结婚呢 没事 你跟他结婚吧 林白随口说道 等他把孩子生下来 我就把他们家全给灭了 这都挺简单的事情嘛 姐夫 您 您别开玩笑 钟小蕊脸色苍白 哦 我也没做过什么坏事 你看我像开玩笑的吗 林白看着钟小蕊 至于你有没做过坏事 你自己心里有数 再说了 我想灭掉谁 你觉得真需要理由吗 你们这些人啊 最喜欢说什么上流社会 那你应该知道 你们这些所谓的上流社会 要弄死一个人 也都是看心情的吧 林白伸了个懒腰 其实啊 我跟你们也差不多 我灭掉你们这些 上流社会的所谓家族啊 世家啊 其实也都是看心情的 就像现在 我没吃早餐 心情不太好 所以呢 我或许会直接灭了你们钟家 就留下你一个 你觉得呢 不不不 那个姐夫 不是 林 林公子 钟小蕊结结巴巴 对 对不起 我不该来影响您心情的 我 我这就走 我 我这就去医院把孩子打掉 不 我会跟聂云祥商量 如果他要孩子 我就生下来给他 我保证不会再打扰他 钟小蕊站起身来 脸色苍白 我 我这就走 这就走 他慌慌张张往后退 很快来到客厅门口 拉开门 转身逃也式的离开 看 这不就解决了吗 林白搂着聂云锦 大宝贝 我们出去吃早餐吧 姐夫 不用出去了 我买回来了 聂云秀此刻刚刚进门 哎 钟小蕊怎么一副背下哭的样子 刚刚咋了 没啥 我只是告诉他 我心情不好 就会灭了他全家 林白随口回答 好家伙 恶人还需恶人魔啊 聂云秀惊呆了 呃 姐夫 我不是说你是恶人 没事 我本来就是恶人 林白对此毫不在意 哪有什么好人能休闲啊 吃早餐吧 聂云锦已经拿起一个小包子 喂到林白嘴边 大宝贝 你是第一次喂我吃这么小的包子啊 林白感慨着 还是一口咬了进去 聂云锦瞪了林白一眼 这家伙 又耍流氓 林白的手机 却在这时响了 他拿出一看 发现居然是萧依人打过来的 依人美女 你这一大早的想我 嗯 林白嘴里被塞进一个小包子 显然是聂云锦不满了 这家伙 当着他家里人 也肆无忌惮 跟别的女人调情 林公子 我可能需要你帮的忙 萧依人声音传来 其实过去几个月 我一直在调查一件 延续几十年的人口失踪案 而这个案子 最终都指向同一家公司 这家公司 叫做鼠山教育集团 聂云锦顿时猝眉 他自然也能听到电话里的声音 林公子 细节我就先不多说了 鼠山教育集团幕后 最终指向鼠山间隔 萧依人继续说道 而据我所知 你身边的那位聂小姐 也曾经名义上 是在鼠山教育集团旗下的学校里读书 另外 这件事还涉及到顾家 也就是顾天宇所在的家族 一人美女 你直说吧 想让我做啥 林白已经吞下小包子 这个案子牵涉很广 而且还涉及鼠山间隔 这已经超出我这边的能力了 萧依人解释了一下 林公子 其实我只是想让你帮忙询问一下聂小姐 她能不能查查这件事 我相信她对这件事一无所知 但鼠山间隔内部 或许有人背着她 做了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 第506章 我们要过二人事件 林白看向聂云锦 聂云锦轻轻点头 一人美女 你把所有的资料都发给我吧 林白开口说道 我们会先看看 然后再看怎么处理 若是还有需要你们帮忙的 我再给你打电话 好 那就辛苦林公子了 萧依人听上去挺高兴 而后 他就给林白 发来好几个文件包 林白又给聂云锦发了一份 两人边吃早餐边看 早餐吃完 资料也看了的大概 搞半天 他早就盯上孔家 和那个齐鸿天啊 林白摇头 怪不得昨天萧依人行动那么快呢 感情萧依人之前调查 那所谓的人口失踪案 就已经盯上了这两个人 简单说 不论是孔家 还是齐鸿天所在的地下组织 都直接或间接跟鼠山教育集团 有业务上的来往 大姐 姐夫 你们今天准备去哪玩 聂云秀这时询问 要不 我带你们去附近景去逛逛 不用了 我跟你姐夫出去有点事 聂云锦摇头 中午不用等我们吃饭 晚上我们自己会回来的 他拉着林白 就朝外面走去 大姐 不用我开车送你们吗 聂云秀追了出来 不用 我们要过二人世界 聂云锦直接回答 呃 那好吧 聂云秀 没法继续跟上了 林白搂着聂云锦走出别墅去 大宝贝 现在去哪 林白随口问道 你打算怎么查 要不 我们直接去鼠山教育集团总部 把那里的负责人审问一下 这个事情很复杂 聂云锦轻轻吐了口气 我隐约记得 当年我师父受伤 就是因为在查这个集团的事情 我现在怀疑 我师父的死 也跟这个教育集团有关 但我推测 真正的幕后主谋 肯定不是这个集团的负责人 我们直接审问 意义不大 我想主动把他们引出来 一次性把所有问题都解决 那 大宝贝 你打算怎么做 林白刚刚看了一下资料 发现事情确实有点复杂 比如 他现在才知道 聂云锦的师父 也就是上一任的鼠山剑阁阁主 居然是顾家人 而顾家也在天府 另外 天府唐家 明显也和鼠山剑阁有密切的关系 我会跟曾长老打个电话 让他通知鼠山教育集团 鼠山剑阁会派出两名弟子 到集团查账 聂云锦略意思索 我现在修为很低 看上去正好像是普通的鼠山剑阁弟子 至于你 正好也没人能看出真正修为 你就当是我请的会计师吧 反正你大学也学过金融 懂一点吧 大宝贝 如果我告诉你 我现在全忘了呢 林白也不是开玩笑 他是真的基本上都忘了 没事 反正看上去像那么回事就行 聂云锦对此很淡定 然后你让萧依人 安排最近那个失踪儿童的家长 到鼠山教育集团去闹一下 正好被我们撞上 之后我们就开始询问这事情 那之后 我们就等着他们来灭口就行了 大宝贝 我还以为你只会修炼呢 林白摇头 想不到你还挺聪明的 废话 我可是容金圣女 我管理容金圣帝上千年 这么点小事 聂云锦说到这里 突然就闭上嘴 他瞪着林白 你故意的 好吧 我承认那些都是真的 你满意了吧 满意 非常满意 林白笑容灿烂 他自然明白 聂云锦很聪明 他的九位圣女老婆 论管理能力 每个都比他强 毕竟都是一方圣地之主呢 只不过 他知道聂云锦之前 有些排斥梦里仙界的身份 但现在 他明白 聂云锦已经接受这一切 他的大宝贝老婆 真正回到他身边了 这自然让他很开心 我先打电话给层长老 聂云锦开始安排自己的新身份 而林白也给萧依人打电话 让他安排失踪儿童的家长 做好准备 半小时后 林白和聂云锦来到蜀山大厦 这是一栋十九层高的写字楼 看上去已经有些年代 而此刻 大厦门口 却有很多人 蜀山教育集团 桑尽天良 还我儿子 写着血红大字的条符 从楼顶挂了下来 而那里 还坐着一个男人 两条腿挂在外面 似乎随时都可能跃下 林白的手机也恰时响起 又是萧依人打过来的 第507章 我给你一天时间 一人美女 你安排的人 我已经看到了 林白接通电话 林公子 我就是想告诉你 那个想跳楼的 不是我安排的人 萧依人叹气 不过 他也是其中一个 失踪儿童的家长 我给你的资料里有 就是叫孙兴的那个家长 他儿子叫孙康 18岁以前 一直在蜀山教育集团 旗下的私立学校读书 18岁之后 说是拿到奖学金出国了 从那之后 就消失了 蜀山教育集团 声称孙康是在国外出事的 但孙兴多方调查之后 认定自己儿子根本没出国 他一直来蜀山教育集团闹 可惜一直都没有得到什么结果 好吧 我明白了 林白点头 啊 四周突然一片惊呼 林白一抬头 就发现是孙兴已经跳了下来 而他的手则是一空 怀里的聂云锦已经消失 眼看孙兴快要坠地 聂云锦手里 疏然多了一把长剑 长剑从下往上 拍向孙兴 孙兴下坠的身体 疏然停滞 再然后 聂云锦收回剑 孙兴落地 却已经是安然无恙 四周一片掌声 厉害啊 这女娃儿会功夫的 女侠呀 妈儿你好厉害 哎呀 这妈儿好漂亮 四周都是对聂云锦的赞美 自杀没有意义 但你好好活着 我会帮你查出你儿子的下落 聂云锦并没有理会四周的声音 他看着刚刚从地上站起的孙兴 淡淡说道 你若不信 可以跟我一起进去 聂云锦说完这话 直接朝鼠山大厦里面走去 孙兴犹豫了一下 终于还是跟上 而林白 自然也已经来到聂云锦身边 等等 你们不能进去 保安试图拦住聂云锦 聂云锦一箭 将他拍开 闯了进去 里面依然有保安阻拦 但自然没人能拦住聂云锦 他直接闯进大厦 最后来到顶层的董事长办公室 办公室内 有个戴着眼镜的中年男子 你就是唐玉仁 聂云锦看着男子 我是鼠山来的 聂云锦 你应该知道我是谁了吧 属下唐玉仁见过聂小姐 唐玉仁急忙过来行礼 聂小姐 您快请坐 我也是刚刚才接到通知 说您要来 不必客套了 我这次下山 原本是回家过年 顺便来查查你们这里的账目 聂云锦声音冷漠 可我刚到这里 就有人在楼顶跳楼 若非我恰好感到 跳楼的人就已经死了 你知道这对鼠山教育集团 影响会多大吗 账目的事情 晚点再说 我现在需要 你给我个说法 这人为何要选择在鼠山大厦跳楼 聂云锦指着孙兴 唐玉仁 是你自己说 还是让这位先生说 聂小姐 这位孙先生的事情 确实是个误会啊 唐玉仁一脸苦笑 他的孩子出国之后失踪了 我们也一直在帮忙寻找 但这 确实是找不到 我给孙先生看过证据 证明他家孩子去过国外 可孙先生还是不信 我这真的无能为力啊 唐玉仁 你胡说 孙兴咬牙切齿 你给我的证据 根本就是伪造的 我儿子根本就没出过国 而且 我还查到他不但没出国 以前也没有在你们那个 所谓的鼠山寄宿学校里面读书 从一开始 你们就伪造了一切 我儿子一定是被你们害了 孙先生 您说的这些 都只是您的意想啊 唐玉仁叹气 你所谓查到的那些东西 根本就没有证据 而我这里有明确的证据 能证明您儿子 一直都在正常读书学习 而且您以前也到学校探望过他 根本就不存在任何问题啊 他看向聂云锦 更为无奈的样子 聂小姐 其实我能理解孙先生 过于思念儿子的心情 但他 他现在的精神状态 可能不太正常 我是医生 我能看出孙先生很清醒 聂云锦冷冷看着唐玉仁 还有 我不想听任何理由 我给你一天时间 明天这个时候 我要看到孙先生的儿子 还有 关于集团的账务问题 我也给你一天时间自查 有任何问题 最好在一天之内如实交代 不然 等我明天发现问题 那就不是这么简单了 现在 给我们安排一个住的地方 第508章 纯粹点不好吗 聂小姐 您能不能多给点时间 唐玉仁急忙开口 话没说完 一道剑光闪过 哗啦 唐玉仁面前的办公桌 被一剑劈成两截 垮塌在地 就一天 聂云锦声音冰冷 否则 你就会跟这张办公桌一样 不要你安排住处了 有结果打我电话 聂云锦留下一个电话号码 转身就走 唐玉仁冷汗淋漓 等聂云锦消失在视线里 他就赶紧拨出一个电话 林白和聂云锦 走出鼠山大厦时 原本围观在外面的人群 已经散去 孙先生 这件事 我会查个水落石出 你先找个地方 住下等消息吧 聂云锦看着孙星 谢谢聂小姐 孙星一脸感激 他还想说什么 但最终没有说出来 其实 他知道 儿子多半不在了 可他还是想要个明确的结果 互相留下联系方式之后 孙星也很快离开 大宝贝 我们现在去干嘛 林白随口问道 是陪你逛街呢 还是去做点好玩的事情 找个酒店 开房修炼 聂云锦视线看向不远处 就去那吧 那里有家酒店 离鼠山大厦 也就五百米直线距离 能不能去掉修炼那两个字 林白叹气 纯粹点不好吗 开房就开房 干嘛还要修炼呢 聂云锦也不理林白 直接拉着他来到酒店 这酒店算不上高档 但两人还是开了最好的一个套间 其实我不应该带你来的 入住之后 聂云锦看着林白 唐玉仁就是天府唐家旗下的人 而天府唐家的人 很有可能会认识你 若是下的那些人不敢出现 就不好了 大宝贝 你换个角度 若是天府唐家的人知道 我在这里 肯定会想方设法 找人弄死我 林白笑了笑 既然当年你师父都可能是被这群人弄死的 那他们多半也有孤注一掷的信心 而且 我觉得吧 说不定他们也会发现 你的真正身份 要是他们 看到你现在已经是个练气小菜鸟 肯定会狂血 想把我们俩一起弄死 聂云锦沉默一下 又点点头 也是 顺其自然吧 大宝贝 没关系的 躲躲藏藏 也没太大意思 林白不怎么喜欢刻意隐藏身份 其实我觉得 只要把那个唐玉仁审问一遍 顺藤摸瓜 肯定能把背后的人最终都找出来 嗯 不过暂时还是算了 等唐玉仁先联系他背后的人吧 聂云锦点点头 我先修炼 他还真的上床盘膝坐下 吃了一颗丹药 就开始吸收药力 林白有点无奈 也只能陪着他修炼 修炼起来 时间过得总是很快的 转眼就是下午五点多 聂云锦的电话响了起来 两人同时收工 聂云锦拿过手机 看了一眼便接通 找到人了 啊 聂小姐 还没 我们正在努力 电话那头 乃是唐玉仁 他语气里满是谦卑 是这样的 聂小姐 您的到来 不仅仅是我们 鼠山教育集团的荣幸 更是整个天府的荣幸 天府唐家的唐藤唐公子 也是我们 鼠山教育集团的合作伙伴 他得知您大驾光临之后 特意为您设立了一个接风宴 唐公子和天府 所有名流权贵 此刻正在腾龙山庄等着您呢 不知你有空吗 您若是愿意去的话 我现在开车去接您 聂云锦说出酒店名字 然后就跟林白下楼 一辆劳斯莱斯正在酒店门口等着 而唐玉仁看到两人出来 就赶紧拉开车门 林白和聂云锦坐进车后排 唐玉仁亲自充当司机 一路无言 车子行驶了足足半小时 才抵达腾龙山庄 这地方有些偏僻 但此刻门口却也停满豪车 山庄内部宴会大厅 此刻却是人声鼎沸 颇为热闹 鼠山间隔 聂云锦先自到 两人刚刚走进大厅 就有人喊了一句 而这个声音一出 大厅内上百双眼睛一起看得过来 第509章 都算是生死之交 一瞬间 所有人也都被聂云锦吸引 聂云锦依然是普通的打扮 羽绒服刚刚脱下挂在门口 上半身乃是长毛衣 下半身则是牛仔裤 相比而言 现场其他女人 其实都打扮得很正式 大多是穿着礼服 妆容也都很精致 可即便如此 这些平时艳光四射的女人 此刻却一下子变得平平无奇 聂云锦那吴宇伦比的绝美脸蛋 还有他那同样吴宇伦比的风鱼身材 瞬间碾压了在场所有女人 偏偏他身上 还有一股出臣脱俗的气质 总体看去 这就是个魅惑众生的仙女 这一瞬 在场的男人都明白 什么叫做真正的鹤立鸡群 唐家唐腾 见过聂仙子 一个帅气不凡的年轻男子 已经迎上 他正视着腾龙山庄的主人 也是天府唐家少爷 唐腾 见过聂仙子 聂仙子好 四周也不少人纷纷跟聂云锦打招呼 至于跟聂云锦一起出现的林白 似乎完全就被无视了 当然 四周其实也有人在低声一轮 鼠山剑阁是啥 我也不知道 我好像听过 似乎是很厉害的仙门 仙门真的存在吗 当然 我听说唐家就是鼠山剑阁支持的 那岂不是说 鼠山剑阁比唐家还厉害 不然呢 你没看到唐少对聂仙子那么客气 而这些人 也终于发现聂云锦身边的林白 那男的是谁啊 跟聂仙子一起的那个 聂仙子手下吧 可能是保镖 卧槽 什么保镖 你看他手放哪 就在刚刚 林白顺手搂住了聂云锦的腰 顿时就羡慕坏了在场无数男人 我去 那是聂仙子男朋友 不然呢 人家都搂上了 看你这话说的 搂上了就是男朋友 不能是老公吗 你说的对 而此刻 唐腾似乎也终于才注意到林白 聂仙子 这位也是鼠山剑阁弟子吗 唐腾颇为客气询问 不知该怎么称呼呢 我叫林白 林白灿烂一笑 其实我跟天府唐家挺熟的 我有几个朋友 也都姓唐 不知道他们在不在家呢 原来是林公子 不知道您说的朋友 是我们唐家的哪几位呢 唐腾面不改色 似乎根本就没听过林白的名字 嗯 就是唐远啊 还有唐远 对了 还有唐灵 都挺熟的 林白笑得更加灿烂 我跟他们呀 都算是生死之交 四周气氛突然有点诡异起来 也有人不明 所以小声询问 什么情况 这三个人咋了 嘘 小声点 他们仨 好像 好像都死了 啊 这 这生死之交 是个什么意思 我也不明白 有个猜测 可我不敢猜啊 四周渐渐彻底安静下来 众人都看着唐腾 显然是在等他的反应 原来林公子是他们的朋友 唐腾脸上露出微笑 可惜 我那两位兄弟还有大姐 这段时间正好不在家 我想 他们一定很愿意见到你的 抱歉 我废话有点多了 聂仙子 林公子 还请上座 唐腾侧身引导两人 前往宴会大厅一号席 聂云锦自然是坐在主位 而林白跟在他身边 唐腾则在另一边坐下 待他们三人坐好 其他人也都纷纷落座 聂仙子 今晚宾客众多 我先就不一一为您介绍了 唐腾端着酒杯起身 我先和大家一起敬您一杯 我们整个天赋 欢迎您的到来 其他人也纷纷起身举杯 聂云锦自然没有起身 他端起杯子 多谢各位 都坐下吧 聂云锦喝了一口酒便放下 至于林白 更是干脆没有动 众人重新坐下 除了唐腾 各位 为了欢迎聂仙子的到来 我还邀请了一位贵客 唐腾脸上满是微笑 而后 他抬高声音 有请鼠山间隔 装明渊长老 第五百一十章 是你该来拜见我 四周有短暂的寂静 显然 其他人对这件事都有兴猛 又是鼠山间隔的人 还是一位长老 众人下意识看向门口 便发现一位唐装老者 缓缓走近 老者背着一把长剑 龙行虎步 看上去颇有几分威严 听闻我鼠山间隔弟子下山 我装明渊身为鼠山间隔俗世长老 自然得来看看 装明渊大步走向一号桌 视线很快落在聂云锦脸上 既然是我鼠山间隔弟子 还不快来拜见 装明渊神情傲然 气势十足 而他这话一出 众人就意识到情况不对劲 这啥情况 鼠山间隔这位长老 似乎跟那聂仙子不太对付 不然的话 怎么一来就摆架子呢 只不过 虽然都很纳闷 但也没人敢说什么 虽然很多人不明白 鼠山间隔的来头 但能来这里的人 都知道天府唐家的强大 能让天府唐家 如此恭敬的鼠山间隔 毫无疑问 只会更厉害 庄明渊 你区区一个俗世长老 谁给你的胆子 敢在我面前大呼小叫 聂云锦声音冰冷 你只不过是鼠山间隔的 挂名长老而已 任何一名鼠山间隔的 真正弟子 都比你身份要高 现在 是你该来拜见我 四周依然寂静 谁也不敢说话 甚至都不敢呼吸 毕竟 看起来这是鼠山间隔的内讧 而他们也根本不知道 鼠山间隔内部 到底什么情况 是俗世长老更有身份 还是鼠山间隔 普通弟子地位更高 他们也搞不清楚 呵 装得倒是挺像 庄明渊冷笑 你说得对 如果你真是鼠山间隔 核心弟子 那我确实该去拜见你 可惜 我来这里之前 已经查过 所有核心弟子的名字 鼠山间隔上下 数百名核心弟子 乃至其他非核心弟子 没有任何一个人 叫做聂云锦 你 只是个冒牌货 呛 庄明渊默然拔出长剑 遥遥指着念云锦 你到底是何方妖女 居然敢假冒我鼠山间隔弟子 简直是不知死活 现在 我给你一个机会 过来受死 你若束手就擒 我还可以给你一个全尸 这话一出 四周终于一片惊慌 不少人屁股还没坐热 就已经下意识起身 退到角落 这眼看着要打起来了 谁也不想被殃及吃鱼 念仙子 您真是假冒的 唐疼此刻也站起身来 他下意识往后退了几步 不知道您身上 有什么能证明自己身份的东西吗 唐宇人 我的身份 你觉得自己能证明吗 聂云锦看着躲在后面的唐宇人 淡淡询问 那个 聂小姐 我跟你不熟啊 唐宇人笑得很勉强 您闯进我的办公室 用件威胁我 我只好承认 您的鼠山间隔弟子身份 可您想让我证明的话 我真的没法证明啊 这么说 曾长老给你打过电话 这事 你是不会承认的吧 聂云锦声音冷漠 聂小姐 我不知道您在说什么 什么曾长老 唐宇人苦着脸 您一见砍断了我的办公桌 您说什么就是什么 我可不敢顶嘴啊 你若是非要说 有谁给我打过电话 我当时也自然没法反驳 听到唐宇人这话 四周终于有了一些喧哗 真是假冒的吗 不会吧 那么漂亮 居然是个骗子 你这话就不对了 漂亮更好当骗子 可他胆子也太大了吧 居然敢假冒 鼠山间隔弟子 骗的还是天府唐家 我总觉得不太对 那位聂仙子很镇定啊 有人已经认定 聂云锦确实是骗子 也有人还有些怀疑 但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谁都能看出 唐腾已经认定 聂云锦是骗子了 毕竟 唐腾已经离聂云锦远远的 不只是他 桌上其他人 也都已经离开 聂云锦身边 只剩下林白一个人 很好 你们的行动 比我预想中更快 我很满意 聂云锦缓缓站起 你们说的没错 确实不是鼠山剑阁弟子 现在 我正式介绍一下 我 聂云锦 鼠山剑阁第39代阁主 第511章 终于轮到我了吗 大厅突然安静下来 众人以为自己听错了 啥 阁主 唐腾也是脸色微变 他下意识看向庄明渊 庄明渊也是一愣 随即就大笑起来 哈哈 庄明渊笑了足足十几秒 才停了下来 丫头 我现在是真的佩服你了 你敢假冒鼠山剑阁弟子也就算了 现在 你居然还敢假冒阁主 你是不是以为 我看不出你的修为 庄明渊摇头 你区区一个练气出气的修士 居然敢冒充阁主 我鼠山剑阁阁主 乃是当之无愧的先门第一人 岂是你这种不知所谓的小修士能假冒的 丫头 出来吧 你先吃我一剑 再来假冒 阁主也不吃 你若是连我一剑都戒不下 你又哪来的脸冒充阁主 庄明渊常见高举 一副要直接把聂云锦斩于剑下的态势 庄长老 您别急 既然事情已经清楚了 我想我们还是可以给聂小姐一个机会的 唐藤在这时开口 要不 您先坐一下 我先跟聂小姐谈谈 或许 能有个我们大家都满意的结果呢 既然唐公子这么说 那就先等唐公子处理吧 庄明渊还真坐了下来 剑依然出窍 放在腿上 一副随时都可能继续动手的样子 唐藤此刻也重新看向聂云锦 聂小姐 其实你的真实身份 我也是查过的 唐藤缓缓说道 以你的容貌 和你本身拥有的能力 你其实也不必假冒鼠山剑阁弟子 平心而论 我们天府唐家 很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你若是愿意加入我们唐家 我们甚至可以推荐你 真的加入鼠山剑阁 是吗 聂云锦冷冷的语气里 还有毫不掩饰的嘲讽 就你这智商 你那几个兄弟姐妹 死得真是一文不值 唐藤 庄明渊 就你们俩 到现在还不知道我是谁 足以可见 你们就是两个蠢货 让你们背后的人 赶紧出来吧 聂小姐 事已至此 你何必还强撑呢 唐藤摇摇头 其实 我知道整件事 并不是你的错 你之所以会冒名顶替 无非就是 被人蛊惑而已 而蛊惑你的人 正是你身边的男人 他这话说出 其他人也都下意识看向林白 林白 都说你一直喜欢躲在女人后面 看来是真的没错 唐藤此刻也已经看着林白 他脸上满是嘲讽 聂云锦已经暴露身份 你到现在 还不敢出来吗 莫非 你到现在 还希望一个女人帮你挡箭 哦 终于轮到我了吗 林白伸了个懒腰 我家大宝贝说得对 你唐家那几个人 死得还真不值啊 居然也没让你们天府唐家 集取 哪怕一点点教训 不过 我还是有点纳闷 到底是谁让你这个蠢货来送死的 他跟你一定有仇吧 不然怎么会让你出来当炮灰呢 林白是真有点想不通 别人不知道他的厉害 他能理解 天府唐家 在他面前吃了这么多次亏 还不知道他厉害吗 非要不停来送死 如果说 唐腾完全不知道他 那也就算了 可明显唐腾听说过他 也知道唐元那几个人的死 跟他有关 却依然不知死活地 在他面前搞事 林白 你就别装了 唐腾冷笑 你就一个小白脸而已 在苏城 是天海那个姓宁的女人护着你 在龙多 也是姬吾梦和赵庆林 那两个女人护着你 可这里是天府 是我唐家的地盘 唐腾声音越来越大 到最后 几乎是怒吼 我天府唐家 乃是天府地区 唯一的顶级世家 而鼠山剑阁 更是最强的仙门 你若是不来天府也罢 你既然来了 那你就别想活着离开 好吧 就算你说的对 林白叹气 别吓鼻鼻了 赶紧找个人出来 让我死 你总不至于 要亲自来弄死我吧 以林白的脾气 他都想一巴掌 直接拍死唐腾 可聂云锦 要解决鼠山剑阁的事情 他决定还是忍忍 他也觉得 唐腾背后 应该有人 庄长老 既然这小白脸要找死 那就麻烦您了 唐腾看向庄明渊 林白顿时满脑子的问号 找了这么个货色 第512章 该由我来清理门户 小子 滚出来吧 庄明渊也再次起身 你既然敢唆使他人 假冒我鼠山剑阁弟子 那你就必须付出代价 今天 你必须死 庄明渊朝前迈出一步 散发出一股灵力的气息 林白拿起一根筷子 老公 我来 聂云锦却在这时开口 既然是鼠山剑阁的人 该由我来清理门户 我这个阁主多年没有做事 现在也该好好清理一下了 聂云锦缓缓走了两步 他轻轻抬手 一把三寸短剑出现在手中 下一秒 这把三寸短剑 就在众人注目下 变成三尺长剑 漂亮啊 真酷 虽然是假冒的 可看着真的好厉害 他要换上一身古装 就是电影里的女剑线 四周很多人惊叹起来 即便是一些女人 都被聂云锦此刻的 绝世风姿所折服 那气质 真的绝 小子 说你是小白脸 你还真当小白脸呢 庄明渊皱眉 你还真躲在女人背后 林白 你还是男人吗 唐腾似乎也没想到 林白居然还来这一手 聂小姐 你真要为了她 来跟庄长老拼命 你根本就不是庄长老的对手 没错 丫头 你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庄明渊冷哼一声 唐公子想放你一条生路 你不要不知死活 闭嘴 聂云锦一声冷喝 你们废话太多了 庄明渊 你已下犯上 违反鼠山剑阁门规第五十八条 聂云锦缓缓举起长剑 我以阁主之名 判你死罪 丫头你还装 庄明渊有些脑目 刷 剑光闪过 庄明渊的声音戛然而止 当长剑落地 庄明渊一手捂着咽喉 一手指着聂云锦 他似乎想说什么 但却最终一个字也没说出来 下一秒 庄明渊仰面倒 双手摊开 咽喉鲜血涌出 啊 有人惊叫出声 是 什么情况 那位庄长老死了 我去 那聂小姐真厉害啊 一见封喉 他不会真的是 鼠山剑阁阁主吧 有人惊骇莫名 也有人甚至有点兴奋 毕竟 对有些人来说 这场面还挺刺激的 唐藤却是惊呆了 他本以为 庄明渊实力远远强于聂云锦 可现在 庄明渊却死得这么干脆 这 到底怎么回事 唐藤 哦 不 你应该叫唐淳 林白懒懒的声音响起 你个蠢货 不会就请了这么个糟老头子来帮你吧 我说你行不行啊 不行就去死一死 让你们唐家有点脑子的人过来 怎么也得找个 能挨我老婆两件的人来吧 这么不惊杀 大家看热闹 也会很失望的 林白对这个结果 丝毫也不觉得稀奇 虽然他这大宝贝从头开始修炼了 可也不是随便什么垃圾修仙者 都能碰瓷的 何况庄明渊 也只不过是炼气后期而已 别说聂云锦手里的剑 实际上乃是攻击法器 就算不是 聂云锦要解决庄明渊也不难 林白 你他妈嚣张什么 唐藤怒吼起来 你他妈不就是个小白脸吗 好 你仗着聂云锦帮你是吧 你别急 唐藤猛然一声吼叫 把聂家的人都给我带进来 放开我 你们做什么 愤怒的质问中 几个人被推了进来 正是聂云锦父母弟妹四人 大姐姐夫 你 你们没事吧 聂云秀很快就看到聂云锦和林白 他脸色稍显惊慌 没事 聂云锦显得很淡定 你们不用担心 我会救你们的 聂小姐 你想救自己的家人很简单 让林白滚过来 乖乖跪在我面前 堂堂咬牙切齿 他如果真的喜欢你 为了你的家人下跪 一定可以做到的吧 如果他连这么简单的事情 都做不到 那你又何必还要护着他 唐春 你是真的蠢啊 林白摇摇头 你这么喜欢让人下跪 你愿意为你的家人下跪吗 要不 你现在跪下来求我 我就放你天府唐家一条生落 没等唐灯说话 林白就又摇头 算了 你也别跪了 就算你求我 我也不想放过 你们了 你们天府唐家 已经让我有些厌烦了 林白站了起来 一根筷子在手里转动 既然你们这么做死 那今晚 就让你们唐家消失吧 话音未落 林白手中的筷子 就属然飞了出去 第513章 这不代表我猜啊 啊 啊 几声短促的惨叫 聂家四人身边的唐家高手 纷纷倒下 一根筷子 穿透了他们每个人的咽喉 而这根筷子 下一秒却已经返回 穿透唐疼的膝盖 啊 唐疼惨叫着 跪在了地上 爸 妈 我们快过去 聂云秀发现自己恢复自由 急忙拉着父母 朝林白聂云锦这边跑来 而聂云祥 自然也是快速跟来 这次也根本没人阻拦 筷子此刻 居然已经回到林白手里 甚至还在滴血 林白拿着筷子 不慌不忙 走到唐疼面前 咱就说 没本事就别装逼啊 林白用筷子 在唐疼脑袋上敲了敲 其实我说过很多次了 没错 我脸很白 可这不代表我菜啊 你不知道 当小白脸 也很费力气的吗 我家大宝贝 一次能三天三夜 嗨嗨 不好意思 说快了 林白蹲下身 用筷子顶着唐疼脑袋 你说你 给人当炮灰 现在也被人放弃了吧 都快死了 也没个人来救你 林白 你 你别得意 唐疼咬牙切齿 今晚 你 你一定会死 啊 林白把筷子 插进了唐疼的膝盖 唐疼的惨叫 让四周众人静若寒蝉 这会儿 众人终于意识到 这个所谓的小白脸 那是真的很 刚刚倒下的那几个人 看着都已经死了 而唐疼 居然被这小白脸 当众折磨 一时间 现场已经无数人在后悔 今晚就不该来这 腾龙山庄的 当然 这也就是马后炮 毕竟 如果不知道会发生这些事 接到唐疼的邀请 他们怎么可能不来呢 顶级世家公子的面子 他们哪里敢不给 我一直想不明白 你们这些蠢货 为啥总是喜欢说 这些毫无意义的狠话呢 林白只起身来 算了 还是送你去死吧 摇摇头 转过身 林白随手往后扔出筷子 筷子飞向唐疼的咽喉 眼看就要将他的喉咙穿透 叮 一声轻响 筷子被击落 掉在地上 人影闪现 大厅里 多了个人 而一把短剑 也回到这人手上 这是个看着三十来岁的男子 颇为英俊 一袭黑色长袍 眼神凌厉 你 聂云锦看着来人 有些震惊 顾天生 顾师兄 你不是失踪了吗 聂师妹 好久不见 顾天生看着聂云锦 眼神似乎柔和了一些 但很快 他的眼神便恢复灵力 十多年不见 聂师妹倒是风华更甚往昔 只是 你似乎认识了一个不该认识的男人 你二十多年苦修 毁于一旦 你却还没清醒吗 顾师兄 我很清醒 聂云锦轻轻吐了口气 他已经从刚刚见到顾天生的震惊中 恢复正常 不过 我倒是要问问顾师兄 这些年 和你一样失踪的那些人 到底都去了哪里 既然你能重新出现 那我想 他们是不是也还活着 聂师妹 这不是 你应该追问的事情 顾天生缓缓说道 有些事情 你并没有追查的权限 我乃鼠山剑阁阁主 没有什么事情 是我不能查的 聂云锦声音变了 你们的失踪 到底有什么秘密 还有 师父当年受伤 后来突然生死 到底是什么原因 顾师兄 我师父也曾是你师父 还是你姑姑 你难道就不想为他查一个真相吗 聂师妹 你师父也曾是阁主 他的下场 你已经看到了 顾天生轻轻摇头 你何必执迷不悟呢 放下这件事 你的未来依然光明 顾 顾公子 唐腾强忍痛苦的声音传来 他 他真 真是鼠山剑阁 阁主 顾天生一挥手 唐腾飞了起来 然后落在一把椅子上 他看了林白一眼 而后实现又重新回到聂云锦身上 聂师妹 你如果非要知道所谓的真相 也不是不可以 只要你为我做一件事 我就可以告知你一切 聂师兄 有话直说 不要拐弯抹脚 聂云锦声音更为冷漠 很好 我也喜欢之间 顾天生汉手 很简单 你杀了林白 只要你能狠下心杀掉他 那么 我就会让你得到想要的答案 第514章 金丹之下 皆是蝼蚁 顾师兄 不 我想你已经不是我师兄了 聂云锦声音冰冷 你果然毫无诚意 既然你不愿意说 那么 我只能用我的方式来处理了 不 我很有诚意 顾天生摇摇头 聂师妹 我知道你现在不是林白的对手 即便你真的想杀他 你也杀不了他 但我要的是一个态度 如果你愿意杀他 你只要告诉我 我自然会将林白弄得半死不活 再交给你杀 而你若是能做到 我也必定会让你明白 整个事情的真相 也就是说你真的知道所有真相 聂云锦冷冷看着顾天生 那么 很好 看来 今晚我们能把事情解决了 说话中 聂云锦往后退了几步 直接退到林白身后 老公 我现在应该不是他对手 你还搞定吧 不要直接杀他 我们得从他口里 问出所有事情 嗯 好 早点搞定 回去睡觉 林白伸了个懒腰 朝前走了两步 顾天生是吧 你跟顾天宇那个蠢货 啥关系来着 那是我弟弟 顾天生冷冷看着林白 所以 你今晚必死 哦 这么看来 你似乎对你弟弟不太好啊 林白摇头叹气 不然的话 上次在龙都进殿 你怎么不亲自去呢 要是你亲自去的话 结果肯定不一样 你倒是有几分自知之明 顾天生冷笑 我若那天去了 我弟弟又怎么会死得那么惨 不 你若去了 你们兄弟俩 就能整整齐齐 同生共死 林白笑得异常灿烂 这才叫兄弟情深嘛 不过呢 没关系 虽然你对你弟弟不太好 但我真怪好的 今晚 我就送你下去陪你弟弟 让他一个人 不要太寂寞 话音未落 林白疏然出手 他右手快速探出 抓向顾天生的咽喉 哄 一声巨响 光芒闪烁 巨大的力量 凶涌来 林白后退几步 才勉强站稳 而顾天生站在那里 纹丝未动 不自量力 顾天生一脸计较 虽然我看不出你的修为 但你最多 也就筑击巅峰 而我 已经成就金丹 金丹之下 皆是蝼蚁 好 唐腾忍不住喝彩 顾公子 您快杀了他 杀了林白那个狗东西 不急 顾天生 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 我还要跟聂师妹 好好谈谈呢 他再次看向聂云锦 聂师妹 想必你已经看到了 你心目中无敌的男人林白 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 原本你其实也必死无疑 但 我愿意给你生路 你呀能不能别撞 林白一掌拍向顾天生 什么金丹之下接蝼蚁 你呀 刚刚是靠着法器 才挡住我的攻击 你心里就没点逼数吗 哼 又是一声巨响 顾天生身上 再次闪过一道白光 林白再次倒退几步 顾天生依然没有后退 但他身躯明显晃动了一下 大姐 我 我这到底是在看玄幻电影 还是真的啊 聂云秀此刻整个人都傻眼了 其实 不只是他有这个疑问 在场的其他观众 也差不多都有这个疑问 眼前的画面 总觉得不太真实 而林白跟顾天生的对话 虽然每个字都懂 可听上去 却不像是现实里该发生的 就像是在演电影一样 但要说演电影吧 地上的死人 还有鲜血 都是真的 我晚点再跟你们解释 聂云锦此刻倒是轻松了一些 他原本隐藏身份 最主要的是担心家人不幸 现在家里人都在亲眼看着 那等事情结束 很多事情倒也好说了 至于家人的安全问题 他和林白自然有办法处理 林白 你确实有点本事 顾天生猛然朝前跨出一步 但你对金丹强者的力量 一无所知 现在 我就让你尝尝我真正的力量 顾天生猛然握拳 而后重重击出 拳头划破空气 带起风围之音 很好 林白一脸淡定 我也让你见识见识 什么叫做最强筑击 轻轻抬手 舒然迎上 第515章 你也怪可怜的 哄 拳掌撞击在一起 再次发出巨响 一团白光裹着一个人影 倒飞出去 林白站在原地 纹丝不动 而飞出去的 则是顾天生 顾天生快要飞出大厅 才堪堪落下 身体摇摇晃晃 站立不稳 扑 他张嘴喷出一口鲜血 脸色苍白 这一下 任谁都能看出 顾天生输了 而一旁的唐藤 更是傻眼了 这什么情况 顾天生居然不是 林白的对手 这怎么可能 不 这不可能 顾天生也低吼起来 林白 你用了什么 见不得光的手段 你怎么会有 这么强的功力 菜就多练 别吓嚷嚷 林白一脸嫌弃 你们这些人啊 总是不愿意接受现实 我不光比你们帅 我还比你们厉害 我前两次 只不过是担心 一巴掌拍死了你 留了点力气而已 林白 将她围在中间 那是四个年轻女子 全都是一袭白裙 长得其实也还都算漂亮 虽然没有聂云锦 那么倾国倾城 却也比在场其他女人 都要略胜一筹 你们四个在做什么 聂云锦清冷的声音响起 身为剑阁四大剑士 你们唯一需要保护的人 乃是阁主 谁派你们来保护顾天生的 聂师妹 你到现在还没明白吗 顾天生脸色已经恢复正常 你已经不是剑阁阁主了 而我 才是新的剑阁阁主 所以你们四个也背叛了剑阁 聂云锦声音冰冷 身上开始散发出屡屡杀气 哎 聂师妹 你依然没明白啊 顾天生再次叹气 他们四个并没有背叛剑阁 真正背叛剑阁的那个人 是你啊 好了 聂师妹 你背叛剑阁的事情 我们等会再处理 顾天生声音皱冷 你们四个赶紧杀了林白 就是她用无耻下作的手段 蛊惑聂师妹 才导致聂师妹背叛剑阁 无需手下留情 林白必须死 是 阁主 百剑阵 杀 四位剑士没有任何犹豫 已经一起朝林白发动攻击 四把长剑 在他们的剑阵之下 化为成百上千 组成密密麻麻的剑网 林白被剑网困在其中 看上去似乎无路可逃 就这 林白也根本就没想逃 他疏然闭上眼睛 而后 看似闲听信部 很随意的脉动步伐 似乎毫无规律 可他每一步都能躲开四位剑士的攻击 琴棋说话四件事 我只问一次 你们确定要背叛我 聂云锦冰冷的声音再次响起 四位剑士根本没有说话 他们的攻击速度反而变得更快了 聂师妹 你到现在还不能接受现实吗 顾天生摇摇头 我说过了 我才是现在的阁主 他们不存在任何背叛 大宝贝 不用跟他们废话了 他们都更幸苦地睡过 林白睁开眼睛 脸上露出笑容 老公 把我清理门户吧 都杀了 聂云锦声音更加冰猛 聂师妹 你还真是异想天开啊 顾天生摇头 他们四个 可是你师父亲自培养出来的 他们四人联手 即便是你巅峰时期 也不是他们的对手 就算林白有些本事 可他也注定是死路一条 啊 啊 不 不可能 惨叫和难以置信的声音 几乎同时响起 正是那四位剑士的声音 顾天生豁然转身 脸色顿时大变 不 这不可能 顾天生低吼出来 怎么会这样 眼前的一幕 让顾天生眼睛通红 那四位漂亮的剑士 手中的长剑 都刺入另一个人的心脏 看上去 就像是四个人互相残杀一般 所以说啊 你没本事搞定四个女人 就别一起睡 你看 这下出事了吧 林白摇摇头 他们这不就因为争风吃醋 自相残杀了吗 别说 你也怪可怜的 一下子 四个女人都没了 林白 你这王八蛋 我杀你 顾天生气急败坏 怒吼着扑向林白 第516章 你让我生不如死吧 林白却比顾天生更快 若然出现在顾天生面前 一探手 就掐住了顾天生的咽喉 杀我 林白笑了 你还不配 现在 你的法器和女人 都保护不了你 你是想死的痛快点 还是被我慢慢折磨而死 赶紧把你知道的一切 都告诉我家云锦大宝贝 不然 我一定会让你 生不如死 林白声音骤然变冷 而在场不论是谁 显然都不会怀疑林白这话 毕竟 这个看上起很帅气的小白脸 杀起人来 是真的不眨眼啊 我 我不会告诉你们的 顾天生脸上露出诡异的笑容 没事 你 你让我生不如死吧 林白 你 你若是真的喜欢聂云锦 你 你就不应该让他继续查这件事 你继续查下去 只会害死他 是吗 看来你有点被虐倾向啊 林白手指掐紧 那我就满足你吧 一根银针出现在林白手上 银针猛然扎进顾天生脑袋 啊 顾天生发出颇为凄厉的惨叫 但 很快 他就忍住了 林 林白 你 你根本不懂 顾天生大喊淋漓 从 从我见到聂师妹的第一眼起 我 我就爱上了他 为了他 我 我什么都愿意做 你 你若真的想保护他 就 就让事情到 到此为止 不然 他 他就会跟他师父一样 给我闭嘴 林白有些不耐烦 他抽出银针 又飞快在顾天生脑袋上扎了几下 顾天生的声音 戛然而止 他似乎还在张嘴说话 却已经发不出任何声音 林白收起银针 掌心属然贴在顾天生脑袋上 搜魂 林白虽然已经决定 不轻易使用搜魂能力 但他已经肯定 顾天生应该知道很多秘密 虽说有点后遗症 但该用的时候 依然得用 无非就是花点时间 整理脑子里多出的记忆而已 几分钟后 林白收回手 顾天生一头栽倒 生死不知 林白也跌坐在地 闭上眼睛 开始消化脑海里出现的庞杂记忆 四周很寂静 每个人都坐在原位 不敢动 也不敢出声 谁也不知道 接下来该怎么办 连聂云锦此刻也颇为安静 因为他知道 最好不要打扰林白 就这样 差不多过了十分钟 林白才睁开眼睛 缓缓站起 他拿出手机 拨通萧依人的电话 一人美女 你先来上后吧 具体事情 我晚点再跟你说 好 我的人就在外面 这就进去 萧依人显然也是早有准备 电话挂断 不到两分钟 无数全副武装的人 冲进大厅 云锦宝贝 我们先走 林白来到聂云锦旁边 搂着他的腰 两人带着聂家四人 走出腾龙山庄 没人阻拦 至于其他人 想要跟着出去 却发现根本走不了 你们做什么 放开我 我是唐唐 我是唐家公子 唐唐还在那大吼 啪啪 直接被人扇了两耳光 然后就安静了 而看到这一幕 其他人也顿时就不敢动了 这些人连唐疼都敢打 他们又算个啥 最主要的是 很多人已经明白过来 这些人都是林白一个 电话喊来的 就林白刚刚做的那些事 他们谁敢惹 那个 姐夫 我们现在去哪啊 山庄外面 聂云秀忍不住开口 他现在也算是看出来了 这姐夫才是真正做主的 你们先回家吧 我会安排人保护你们 不用太担心 林白想了想 我跟你姐还有点事 好吧 聂云秀也没多问 而聂云锦父母 虽然看着有点担忧 但也同样没继续追问 林白又给萧依仁打了个电话 让他安排几个人 先把聂家的人送回去 顺便保护一下 一切安排妥当 林白搂着聂云锦 缓缓走在路上 大宝贝 你是不是早就发现 一个问题 你们鼠山间隔 看上去并没有那么强大 林白轻轻叹气 除了你之外 似乎也没有真正的修炼天才 这似乎配不上 你们第一线门的声誉 其实 这些问题 我以前从来没想过 聂云锦轻轻摇头 在我走火入魔之前 我其实很纯粹 除了修炼 还是修炼 但 圣帝千年 我身为圣女 早就不再是那个纯粹的我了 我醒来之后 才开始意识到 鼠山间隔不对劲 老公 你就直说吧 你从顾天生的记忆里 都知道了哪些事情 第517章 其实有两个鼠山间隔 大宝贝 他的记忆很多 嗯 对了 这白痴居然是真的喜欢你 林白对此很不爽 不过想到自己 已经把顾天生弄死了 也就很快试人 他真的认为 不能让你知道真相 因为怕你追查 其实简单概括一下就是 这个世界上 其实有两个鼠山间隔 大宝贝 你所在的鼠山间隔 只是明面上的 而还有一个隐藏在暗处的鼠山间隔 嗯 其实不对 那个已经不叫鼠山间隔了 那个就叫间隔 林白轻轻吐气 间隔很强 顾天生再间隔 也并不是最出色的 比他出色的弟子也有 那些失踪的人 都是去了那个间隔 但那些人 也并不是都还活着 有些是真的死了 大宝贝 你原本 也应该会去那个间隔的 只不过被你师父拦住了 而你师父 也是因此而死 那个地方在哪 聂云景问道 鼠山间隔内部 有条通道 可以进入间隔 林白略意沉吟 但问题在于 那条通道 只能单方面打开 我们没法主动 从这边进去 除非那边提前打开 那地方 似乎是一个秘境 而秘境里 似乎也并不只有间隔 林白不由地想起 之前主角团的失踪 还有那些世家的消失 难道是因为 都进入了那个秘境 这个世界的修仙界 显然是真的有一些隐秘 而一些所谓世家的底蕴 或许就是知道 这些隐秘罢了 顾天生已经是金丹修为 那剑阁岂不是可能 有原音修仙者 聂云景神情 稍显凝重 以林白现在的修为 可以越境击败金丹 可若是遇到原音高手 怕也是无能为力 对 从顾天生的记忆里得知 那个剑阁的阁主 应该就是原音修仙者 林白点点头 不过 我们现在倒也不用担心 那位阁主长期闭关修炼 不会出来 事实上 整个剑阁的人都很少会出来 这次顾天生会出现 是因为剑阁每过几年 会派人来一趟这边的蜀山剑阁 少则三年 多则十年 他们一定会来一次 以往他们来一次 很快就回去 那些失踪的人 也基本都是这种时候带走的 但这一次 顾天生没有计划回去 因为他是来接任 蜀山剑阁阁主的 老公 你是说 顾天生之所以出现 其实并不是来给顾天宇报仇 也不是因为我们调查 蜀山教育集团 而是按照剑阁原本的计划来行事的 聂云锦明白过来 对 林白点头 嗯 现在有个小问题 老婆 你给那个曾长老打电话的时候 顾天生已经接任了阁主 但曾长老并没有告诉你这件事 似乎那个家伙 也靠不住啊 也不奇怪 他跟顾家原本关系就不错 聂云锦沉默几秒 再说 你本来也特别招人恨 他多半也认为顾天生能弄死你的 也对 林白对此也不在意 大宝贝 我们要不要去蜀山剑阁 把那些不听话的都弄死 不了 聂云锦摇头 我们先把这些事 跟吴梦他们都说一下 然后 我们俩抓紧修炼 等我重回金丹 你应该 也能差不多到金丹修为 到那时候 我自己回蜀山剑阁处理 而即便遇到剑阁的原因高手 你那时候 也应该能解决了 林白的手机这时 又响了起来 正是萧依然打过来的 大宝贝 你在群里跟他们说说 我也跟萧依然说一下 林白很快接通萧依然电话 他也没有隐瞒 直接把间隔的存在 以及他的一些推测 都告诉萧依然 一人美女 情况呢 就是这么个情况 龙都应该很安全 我有个推测就是 主角团有人知道 秘境的存在 林白最后说道 他们或许都进入了秘境 等下一次 他们再出现的时候 他们肯定会以为 有必胜的把握 你也可以放心 等他们出现的时候 我应该也能轻易弄死他们了 尽管林白说的轻松 但他这次信心 其实没那么足 前段时间的摆烂 让他修为 一直停留在筑基初期 而他上次 几乎吸收掉 整座零食矿 才完成筑基 接下来要升到金丹 需要的零食会更多 恐怕苏城那边的零食矿 都未必能满足 他一个人的修炼 林公子 你确定主角团 会留给我们时间吗 萧依然这时却询问道 第518掌 做那个最快的男人 他们或许不想 留给我时间 但即便他们现在 能进入秘境 说话也不会有 那么大的分量 林白确实没法肯定 主角团是个变数 因为这些人 知道他真正的强大之处 所以 他们若是 能马上找到一群高手 或许就会想 把他马上弄死 只不过 秘境的原音高手 平时多半也都在 闭关修炼 就算偶尔出关 也不可能为了 随便哪个人几句话 就特意跑出来 当然 林白也不会把希望 寄托在别人身上 自己够强 才是真的强 他也不是真的 怕了原音高手 只不过 如果不能直接碾压对手 他还是不太放心 以他现在铸鸡出气的修为 加上法器和一些秘书 要跟原音高手一战 其实也是可以的 但想轻松战胜原音高手 还是不太可能 这也就意味着 修炼这件事 确实变得比较迫切起来 林公子 要不 你还是先回龙都 萧一人沉樱起来 或者 你来我的一人山庄 这里有境仙大阵 会更安全一些 一人美女 如果境仙大阵 就能保证绝对安全 我随时就能弄一个 林白懒洋洋地说道 但事情没那么简单的 而且 我也不可能躲着那帮 见不得人的东西 开什么玩笑 他堂堂先尊 就算现在修为不是巅峰 也不可能去躲躲藏藏 嗯 我得跟我的老婆们商量一下了 林白挂了电话 而他的圣女老婆群里 此刻挺热闹 聂云锦刚刚已经把事情 都跟其他人说了 而现在 他们看上去 也还是有些紧张 即无梦 主角团的人应该知道 拼修炼抵不过我们 他们若是能找到一个 原音高手帮忙 多半会马上出来 赵庆龄 我们现在联手 要杀一个原音不难 就怕太多 墨家家 我会炼制一些更强的法器 以防万一 乔飞烟 现在有个办法 就是让老公 尽快突破到金丹 最快的途径 就是 你们都和他进行第一次双修 但这样的话 会很可惜 宁清雅 其实以老公的天赋 给他足够的零食 他能很快修炼到金丹期 但我们的零食矿有些不够 我们需要更多的 高品质零食矿 男公妹 不用担心了 就算是原音期 你也匀紧 还是想个更好的修炼办法吧 我们不能只盯着原音期 万一那个地方 还有更高修为的人呢 林白 大宝贝说得对 我其实大概想到了个办法 不过 我得先给萧依仁打个电话 林白确实又有了个新的想法 他先给萧依仁打了电话 一人美女 你合成的那些零食 数量足够吗 林公子 我不知道你需要多少 但我现在有很多存货 还能继续合成 速度也很快 萧依仁回答道 另外 其实我也有几座零食矿 但我觉得 那些零食矿的储存量不够大 我合成的数量 已经比那些储存量更多了 只不过 暂时我还是无法提高合成品质 没关系 我已经想到 高效使用这些零食的办法 林白得到肯定的回答 便挂了电话 而他也再次打开群聊 林白 萧依仁那里有无限的下品零食 我能设置一个阵法 自动抽取 零气到空气中 然后再弄一个聚零阵 我在这个聚零阵里修炼 速度会更快 墨家家 这个可以 老公真聪明 乔飞烟 那就这么办 老公你跟大姐一起在聚零阵修炼吧 我们其他人 就还是用零食和丹药 计划妥当 林白和聂云锦 很快就开始准备起来 让林白有些意外的是 萧依仁合成零食的工厂 其实就在天府 工厂并没有在深山 就在天府郊区 实际上 离腾龙山庄 也就几公里远 林白和聂云锦最终决定 修炼阵法 就设置在腾龙山庄 等一切准备妥当 已经是第二天晚上 腾龙山庄后面 林白和聂云锦 分别盘坐在一个聚零阵之中 而他们四周 乃是无穷无尽的林石 林石正以极快的速度破碎 化为灵气 然后被引入聚零阵 林白闭上眼睛 运转天到绝 灵气宛若洪水 涌入他的身体 这次 他要做那个最快的男人 第519章 我们未不保你 修炼的时光 转瞬即逝 林白再次睁开眼睛时 已经是10日之后 聚零阵依然在运转 但四周的林石 已经完全消失 他确实很快 仅仅10天 就把萧依仁准备的林石 都消耗光了 而这10天里 重新合成出来的林石 同样也都消耗完毕 萧依仁合成林石的速度 终究赶不上他消耗的速度 但林白也高估了自己 他根本没法成为 最快的那个男人 因为这10天时间 他也只不过是 修炼到筑基第二层 林白看了旁边一眼 聂云锦已经不在那里 不过他很快就搜索到聂云锦的位置 下一秒 林白就出现在山庄前面草坪上 聂云锦正在拿着手机聊天 鸡无梦 大姐 你要的精灵果 我们还是没找到 我也让萧依仁帮忙了 他也没找到 宁清雅 老公找这些东西 运气比较好 可能需要他帮忙 乔飞烟 嗯 老公好像幸运值很高 我们需要的关键材料 都是他找到的 聂云锦 他还在修炼 我已经没法继续压灵器了 继续修炼的话 我就必须住机了 南宫妹 大姐你真快啊 比我杀人的速度还快 聂云锦 老公弄的这个阵法 灵气是真的特别浓郁 就是消耗灵时太快 赵金灵 老公现在啥情况 他快精灯了吗 林白 我才住机二层 莫家家 姬无梦 老公你瞒着大姐出去偷吃了吗 聂云锦此刻感觉夭之一紧 而后一只手 还轻车熟路往上攀登 一转头 就看到林白 老公 你真的才住机二层 聂云锦有点难以置信 他修炼速度很快 吸收的灵气也很多 但他也知道 绝大部分灵气 其实都被林白吸收了 结果他都练气巅峰了 林白才住机二层 林白直接打字在群里解释 飞烟给我弄的天结住机太强了 之前我还没感觉 现在吸收灵气多了 就发现天结的雷霆之力 不停淬炼我的灵气 每一次提升 根基都会特别牢固 我现在每提升一层 吸收的灵气超乎寻常的多 虽然我还只是住机二层 但我现在的实力 已经至少是之前四倍了 群里沉默了几秒 然后才有人发消息 纪无梦 老公你记得把萧依仁说服 不然我们喂不保你啊 宁清亚 我们得继续多找一些零食矿才行 林白 萧依仁的零食合成速度 赶不上我的消耗 我得停一阵子 既然云锦需要精灵果 我先去帮他找吧 乔飞烟 明天就是除夕了 老公你要不要先回家过年 回家 林白脑子里闪过一些人影 苏若冰 秦雪瑶 还有小慧 二舅 但他最终看了看身边的聂云锦 继续打字 还是不去了 我在这边陪着云锦 等他到金丹再说 乔飞烟 嗯 那我知道了 这边我都会照看好的 林白对此自然是放心 从青山县到江城 乔飞烟都会处理得妥妥当当 尽管如此 林白还是打了好几个电话 他下意识先打给了苏若冰 告诉他自己过年不回江城 之后才是秦雪瑶 林白告诉他 自己没法回家过年 顺便还叮嘱秦雪瑶 如果他要住机了 记得去找乔飞烟 接着 林白还给二舅打了电话 自然也是解释他 过年回不去 好在 他们其实也都已经习惯 毕竟林白动不动就消失一阵子 最后 林白还是给萧一仁打了个电话 让他继续开足马力 合成零食 不过先存下来 他过段时间再使用 好了 大宝贝 我可以陪你回家过年了 安排好这一切 林白朝聂云锦灿灿一笑 精灵果这种东西 如果他们用技术手段找不到 那我们只能靠运气了 这段时间我们随便逛逛 说不定就能碰到了 林白想了想 就又给花青影发了消息 让他帮忙找精灵果 他总觉得 这妞堪称寻宝经理 至于银子那边 之前他给苏若冰打电话的时候 就已经说过这事 只不过 萧一仁那么多电脑人才都没找到 林白对银子也没太指望 林白搂着聂云锦 就准备离开腾龙山庄 可就在这时 他电话响了 是花青影打过来的 我看到一个 跟你说的精灵果特别相似的东西 第520章 等着大眼您的宠幸 林白有点绷不住了 这妞真是精烈 这么多人找不到的东西 他真就一眨眼找到了 离谱 离了个大谱 你在哪 林白开口询问 我在天府 算了 我也搞不懂这个具体位置 我发定位给你吧 花青影挂断电话 直接发来位置 大宝贝 我们去看看 林白直接用手机导航 他对这地方完全不熟 你去吧 我先回家 不然我爸妈也不知道 我们在家过年呢 聂云锦决定给林白发点福利 你今晚不用回家 明天一起吃年夜饭就行 那我先送你回家 林白搂着聂云锦 迅速回到聂家所在的别墅区 而后 他才前去花青影所在的位置 现在已经是傍晚时分 花青影所在的地方 其实是个古玩夜市 当然这个夜市白天其实也开放 只不过是一直开到晚上十点多而已 而附近其实还有其他吃喝玩乐的街道 林白找到花青影的时候 他正一边吃着串串 一边盯着某个摊位 有几个街拍的摄影师 正盯着他拍 他依然是穿着旗袍 而且这大冬天的 居然也没穿外套 这不 很多人直接把他当成网红了 街拍的那几位 此刻都颇为兴奋 这么风情万种的网红 他们还是第一次拍呢 关键他是真漂亮 居然都看不出什么化妆的痕迹 就这种素质的美女 拍好视频都不用怎么做后期 肯定能火 美女 看这边 美女 这边这边 笑一个 我有五百万粉丝呢 美女 这边也笑一个 摄影师大声叫嚷 希望花青影配合一下 花青影也真转身了 还笑了 只是 下一秒 他们就发现 美女并不是对他们笑 而是对另一个男人笑 而这男人 已经直接走到美女身边 顺手将他搂住 也挡住了他们的镜头 没法继续拍了 好在之前的镜头 也足够他们发视频 所以 他们倒也挺满意地离开 至于刚出现的男人 他们才没兴趣拍呢 你怎么在这 林白随口问道 他是真没想到 花青影居然也在天赋 你说呢 花青影忍不住 给了林白一个妩媚的白眼 我这不是随时等着 大爷您的宠幸吗 林白一时无语 这妞现在这么自觉的吗 咱就说 你是缠我身子 还是缠我功力 独产 花青影现在也不藏着掖着 她想变得更厉害 这男人也每次都让她累 并快乐着 她是个成熟的女人了 特别是现在 已经被林白耕耘的熟透了 虽然这狗男人每次很享受 但她也可以享受这狗男人 不吃亏 喂 你先看看那个果子 像不像你说的那个 花青影指了指不远处的地摊 这个摊子严格说不算什么古董 都是各种根雕 其中一个根雕 看着就像是一棵小树 树上结了个果子 果子上有着一种奇特的纹络 隐隐还能看到 几条金线夹杂其中 青影 你真的不是经理转世吗 林白看着那根雕 忍不住感慨 这美妞不光能干 运气是真的没法说啊 那真是你要找的果子 花青影有些惊讶 她现在也纳闷 怎么她专门替林白寻宝了一样呢 那当然不是 林白摇头 那只是个根雕 但 问题是 能雕出这个果子的人 肯定是见过食物的 林白搂着花青影走了过去 在摊子旁边蹲下 大说 这个根雕怎么卖 林白询问摊位主人 一个看着五十多岁的男人 这个啊 摊主看了看林白 露出苦笑 我今天还没开张 你们要是买 就是我第一单生意 你们随便给点吧 三五百的都行 大说 那我给你五百吧 花青影笑得很甜 她拿出手机 准备扫码 美女 你想要这个根雕呢 旁边却传来生意 不好意思啊 我也想要 老板 她出五百的话 那我就出六百吧 花青影转头看去 那是个穿着风衣的男人 三十来岁 长得还行 就是一双眼睛 明显很不老实 正在花青影身上转悠呢 你这啥意思啊 故意抬价呢 花青影有些不满 美女你真聪明 我呢 就是故意来引起你注意的 风衣男子笑得有点得意 我叫善涛 这下你肯定记住我了吧 有病 花青影重新看向摊主 大叔 我出一千块 你卖给我吧 美女看来 你真的很想要 善涛笑了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出一千一 第五百二十一章 只为博美人一笑 你是觉得自己很有钱吗 林白看向善涛 这样吧 我出一万块 你还想加钱吗 兄弟 一万块现在能较钱吗 善涛呵呵一笑 真要说有钱 怎么也得十万起吧 老板 这根雕 我出十万块 你卖不卖 这 可是这东西 他 他不值这么多钱啊 摊主有些发猛 他并非不想多赚钱 可这么高的价格 到时候多半会反悔 万一反悔之后 到网上发个视频控诉他 那他明天怕事就没法来摆摊了 之所以有着担心 都是前车之鉴啊 前阵子 这里就有个摊主 两百块卖个镯子 都被个小网红发网上骂他了 当然 那镯子确实也不值两百 老板 艺术无价 怎么能说不值呢 善涛微微一笑 再说 古今多少人 一至千金 只为博美人一笑 美女 你盯着这个摊子看了很久 我想 你是真心喜欢这件根雕的 所以 现在就看你男朋友 对你是不是真爱了 他若真的喜欢你 为了你花个十万块 肯定没问题的吧 行行行 你要买就快买 十万块你快拿去 花青影有点不耐烦 他知道 善涛在打什么主意 无非先引起他的注意 然后想用钱 把他砸到手而已 对此 他其实也没太在意 毕竟就他这脸 但这身材 被人盯上也不稀奇 怎么 这位兄弟 你不加点钱了 善涛看着林白 似乎还想跟他比个高下 为了自己女人 十万块你都不愿意出吗 你知不知道 明天就过年了 林白看着善涛 你是想去医院过年 还是火葬场过年 要买就快点买 不买就给我滚 哟 兄弟那你想去橘子里过年吗 善涛一点也不慌 你倒是送我去医院试试 呃 一声痛哼 善涛倒飞出去 直接摔在地上 昏迷不醒 四周一片惊呼 林白却是若无其事 他看着摊主 大叔 我们会给你十万块 买下这个根雕 但我想跟你打听个消息 就是你这个根雕的原形 你是在哪里看到的 啊 这个原形 摊主愣了愣 其实也没什么原形啊 这算是我自己创作的 这棵树 其实是我想象出来的 至于这个果子 倒是有个原形 但那其实不是果子啊 是我在朋友家里 见过的一件工艺品 大叔 那你能联系一下 你那位朋友吗 花青影跟着询问 你告诉他 我们想买那件工艺品 价钱方面 都好商量的 花青影说着 直接扫码 先付了十万块 接着 他又拿出一张名片 递给摊主 我是天海过来的 专门做收藏 这是我的名片 摊主接过名头 看了看上面的名字和头衔 然后又摸出手机 看了看那 到账十万的提示信息 那 花小姐 您稍等一下 我先打个电话 摊主起身走到一边 开始打电话 几分钟后 摊主重新回来 花小姐 不好意思 我那位朋友家里 遇到点事情 暂时无心卖东西 要不您等等 摊主有些歉意 等年后 我朋友忙完 大叔 麻烦你再打个电话 林白直接打断摊主的话 你告诉他 只要他答应把东西卖给我 我能解决他现在的麻烦 他得罪的那个人 我来负责解决 啊 小伙子 你怎么知道 摊主有些发愣 大叔 我男朋友听力特别好 能听到你打电话的 花青影轻轻一笑 您就再打个电话呗 我跟你说 我男朋友超厉害的 什么事都能解决 所以 你这其实也是在帮你朋友 他那点麻烦 对我们来说 就是小问题了 那 好的 我再打个电话 摊主继续打电话 这次干脆不再走开 两分钟后 他挂断电话 看着林白和花青影 我朋友同意见你们 我带你们过去吧 摊主开始收摊 足足花了十分钟才弄好 好了 我们走吧 摊主叫李二根 刚刚收摊的时候 他也没忘介绍自己 操 你们谁也别想走 怒吼却在这时传来 正是善涛 他不知何时已经醒来 第522章 你钱还没付清呢 打了老子还想走 善涛气急败坏 气势汹汹冲过来 小子 尽管不让那牛 给老子好好道歉 我就 声音戛然而止 善涛飞出几十蜜月 再次昏迷 李大叔 走吧 林白招呼李二根 啊 好的 李二根有些发愣 但也很快回过神来 他也不想节外生枝 很快带着两人离开 差不多半小时后 林白花亲影跟着李二根 来到一处别墅区 最后在一栋独栋 别墅门口停了下来 别墅此刻大门敞开 客厅有些吵闹 杨老头 我就一句话 你这钱到底给不给 大声说话的是个年轻人 他正一脚踩在茶几上 你个老东西 连我陈明望都坑 让老子丢尽了脸 老子只是让你赔点钱 你就推三阻四的 非要老子弄死你才吗 陈明望口中的杨老头 正是李二根的朋友 这别墅的主人杨浩谷 你要弄死他 问过我了吗 淡淡的声音响起 说话的自然是林白 你他妈算什么动 陈明望下意识转头 张嘴就骂 话没说完 他就一副见鬼的样子 急忙捂住自己的嘴 陈明望慌忙把脚从茶几拿下 脸色变得有些苍白 他后退了几步 结结巴巴 对 对不起 我 我不知道是您 怎么 你认识我 林白看着陈明望 不 不认识 我 我从来没有见过您 陈明望连忙摇头 对 对不起 我不知道您认识杨老 我 我这就走 我跟杨老的事情一笔勾销 您 您看行吗 陈明望被吓得不轻 他哪里不认识林白 十天前 他也在腾龙山庄 那个晚上 他一度以为自己要死了 但后来 他发现自己活了下来 只是签了一个保密协议 关于那晚上的事情 一个字也不能说 就当是从来没去过那里 他不敢说自己认识林白 但他知道 林白绝对惹不起 行 你走吧 林白挥挥手 他跟杨浩谷也不熟 只是为了精灵果而来 好的好的 谢谢您 我这就走 陈明望朝林白鞠躬行礼 然后带着自己的人匆匆离开 一秒也不敢多停留 杨老 事情已经解决了 我也不拐弯抹角 我想看看那件工艺品 林白看向杨浩谷 他需要先确定 那是不是精灵果 然后再说价钱的问题 老杨 这两位就是我电话里跟你说的贵人 李二跟这事也解释了一句 杨浩谷用异样的眼神 看了林白一眼 然后点点头 行 两位跟我来 他转身走向别墅地下室 地下室装潢很好 看上去就是个古董展览厅 展示着各种各样的古董 林白也很快就看到摆放其中的精灵果 仅仅一眼 林白几乎就已经确定 那就是精灵果 不过 为了以防万一 他还是决定看一眼 他直接伸手拿了过来 一缕灵气 透入精灵果内部 没错了 林白心里有骨子不住的喜悦 今晚一定要好好奖赏花青莹 杨老 你开个价吧 林白也不想浪费时间 能买的东西 他肯定还是不会抢 能用钱搞定 那就先花钱 小伙子你果然是识货之人 杨浩古呵呵一笑 这是我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 才弄到手的 你看这纯天然的纹落 隐藏着某种天地间的智力 杨老 直接开架吧 林白不想听这些东西 好吧 小伙子 看来你是挺急的 杨浩古微笑着 你刚刚也帮了我的忙 我呢 就给你一个实在价格 我为了把这个东西弄到手 千千后后 花了大几千万 这样吧 小伙子 你就给我个整数 一个亿吧 我呢 也赚了一点 不过赚的不多 小伙子你不介意吧 不介意 账号给我 林白显得很淡定 我现在就把钱打点你 好好 这是我账号 杨浩古摸出一张卡片 上面早就有写好的账户信息 花青莹接过卡片 拿出手机 开始转账 杨老 钱已经转过去了 你查收一下 花青莹很快提醒了一下 而杨浩古拿出手机 看了一眼信息 脸上有止不住的兴奋 那我们先走了 林白一手拿着精灵果 一手搂着花青莹 就准备离开 等等 杨浩古却马上喊了一句 那个 小伙子 你还不能走 你钱还没付清呢 第523章 定金自然是不退的 杨浩古这话一出 地下室气氛顿时就变了 是吗 林白看着杨浩古 那你说 我还该付多少钱 小伙子 其实我刚刚跟你说的很清楚 先付一个亿 这一个亿 只是定金 杨浩古满脸笑容 但你要把东西拿走的话 自然是得付全款的 全款也不多 一起十个亿 你再给九亿就行 老杨 你 你这 李二根忍不住开口 老李 你最好闭嘴 杨浩古轻哼一声 看在你带人过来的份上 我给你一个百分点的中介费 你现在好好想想 我刚才是不是说的定金 李二根张了张嘴 想说什么 又说不出来 怎么 你觉得我比刚当那个陈明王好惹 林白冷冷看着杨浩古 这老头是真做死 哼 小伙子 你也别用陈明王来吓我 杨浩古冷笑 我不知道你跟他什么关系 可你们这点小把戏 瞒不过我老头子 你跟他本来就是一伙的吧 你们处心积虑 就是为了我这样东西 杨老 做人要讲信用 花青也有些不满 钱我已经转给你了 你现在跟我说是定金 我要不满了 你是不是还不想退钱 小姑娘 你可真聪明 杨浩古笑了 我们这行 定金自然是不退的 你不满也行 那就请两位离开吧 老头 你是真不想活着过年了呀 林白的好心情 瞬间就被杨浩古给破坏了 原本双赢的事情 这老头非要来搞这一出 算了 钱我已经给了 东西也在我手里 我这就拿走了 你若是非要还来找死 就别怪我不客气 林白直接把精灵果塞进兜里 搂着花青影 就准备上楼离开 小子 你这样的话 那就是抢了 身后传来杨浩古的声音 我这里可都是有监控的 你要敢抢价值十亿的东西 下半辈子 怕是你都要在牢里待着了 我劝你赶紧回来 好好向我道个歉 不然 呃 杨浩古一声惨叫 整个人飞了起来 林白终于忍无可忍 一脚将这老头踹飞 说我抢是吧 那我就抢给你看看 林白几道掌风拍出 噼里啪啦一阵响 整个地下室的古董 基本上都化为碎片 住手 你干什么 啊 我的原青花 小子 我跟你拼了 啊 杨浩古瞬间就快疯了 他已经顾不上身体的疼痛 朝林白扑了过来 然后就又被林白一脚踹飞 死老头 你就是蠢蠢的犯贱 林白冷冷看着 躺在地上起步来的杨浩古 顺便告诉你 你要第一次开口识意 我也会给你 可在我面前出而反而 那你就是找抽 杨浩古一脸痛苦 他还没说话 楼上却传来声音 杨老 你缘呢 这里 下面 我在下面 杨浩古急忙大喊 他强撑着从地上坐起 脸上出现兴奋的表情 云少 云少 您快下来 一个年轻男子很快出现在楼梯 他看着下面的一地狼藉 有些意外 杨老 啥情况 你家这是陈明望干的 不不不 云少 不是陈明望 杨浩古已经奋力从地上爬起 是他 就是这小子 他应该是陈明望的同伙 他把我这里所有的东西都给砸了 我准备给您的原青花 也被他给砸了 云少 不是我故意挑拨呀 我都说了 那是您看中的东西 他还非要给砸了 嗯 杨浩古正在挑拨 就又挨了一脚 他捂着肚子后退 与其更为愤怒 云少 您看 他当着您的面也敢打我 这是完全不把 您这位世家公子放在眼里 啪 又是一个响亮的耳光 老东西 你瞎了眼 云少 怒气腾腾 是本少打你 不 不是 云少 您 您这是 杨浩古被煽懵了 他之所以敢反悔 想趁机敲一笔钱 其实就是因为 在林白来之前 这位云少答应了帮忙 本以为有这云少荡靠山 他根本就不需要担心 哪知道这云少来了 居然还殴打他 云少却已经不再理会杨浩古 他看着林白 一脸谄媚 不 您怎么在这 您需要我帮忙处理一下这个老东西吗 第524章 大爷 多来瓦呀 随你吧 别来烦我就行了 林白一脸淡定 他也不认识这个云少 但也懒得管那么多 他搂着花青影 直接离开 而这次 杨浩古已经不敢再说话了 是 您慢走 云少弯腰目送林白离去 直到确定林白消失 云少才缓缓直起身 却下意识摸了摸额头 这短短的时间里 他已经是大汗淋漓 是吓的 没错 他也是十天前去过腾龙山庄的人 而他也同样是 签了保密协议的人 云少 您 您能不能告诉我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杨浩古此刻也被吓傻了 他已经意识到 刚刚那两人跟陈明旺 绝对不是一伙的 你问我怎么回事 云少转过头 咬牙切齿 老子还要问你怎么回事呢 给我把事情经过 一五一十说出来 你他妈要是敢隐瞒半个字 我就马上弄死你 是 我说 我说 杨浩古再也不敢隐瞒 一五一十说了出来 等他说完 云少又有点绷不住了 他直接又是一脚踹 杨浩古肚子上 草 你个老逼凳 傻叉玩意儿 那位大佬愿意花钱买你的东西 那么爽快点钱 那是你天赐的机缘 你他妈居然想坑他 你他妈现在还活着 就该谢天谢地 云少骂骂咧咧 却也松了口气 看来那位大爷 其实也是讲道理的人 他这次应该不会有啥事 至于杨浩古这个老逼灯 云少眼神有些阴沉起来 那一个亿 这老逼灯也不配花 林白和花青影 已经回到酒店 这酒店自然是花青影之前订好的 也是顶楼有着落地窗的豪华套间 正如他之前所说 他来这里 真的就是等着林白的宠幸 他现在也没啥追求 赚钱什么的 对他来说没多大意义 这精灵果是个啥东西啊 花青影此刻正有些好奇 这果子挺好看的 看着像是金属 摸着也像是 但似乎又跟普通的金属不太一样 它是树上接出来的果子吗 确实是树上长出来的 但这种树 得生长在一种特殊的矿石里 总之是很难得出现的 林白解释了一下 你也不用好奇 这个对你没啥用 一般人也用不上这种果子 也就我家云锦大宝贝才用得上 好吧 那我不研究了 花青影听说对自己没用 也就没了多少兴趣 那我来研究你了 他将林白轻轻推倒 你躺好 我自己来 林白也乐得躺平 他拿过手机 打开群聊 林白 你闺蜜真是个宝藏 他帮我找到精灵果了 at宁清雅 宁清雅 可不 他全身都是宝吗 林白 飞烟你让人 把云锦需要的药材送过来 我明天给他炼煮鸡蛋 at乔飞烟 乔飞烟 知道了老公 我已经在安排了 聂云锦 帮我感谢一下花青影 他这运气是真好 林白 我正在感谢他呢 为了感谢花青影 林白全程让花青影主动 几乎满足了他 想要的每个姿势 最后 他还给他注入了一些灵气 虽然对他来说 这灵气很小 但因为他现在的灵气异常精纯 直接就让花青影 提升了几个层次 就这样 花青影的功力 居然暴涨到炼气七层 不愧是开挂的 功力一下子长了很多 让花青影有点不习惯 便将主动权还给林白 然后让林白操练了他半天 他也终于适应了新的力量 只是到这时候 已经是除夕日的下午了 林白收拾了一下 便准备回聂家 毕竟 他今晚是要陪聂云锦吃年夜饭的 大爷 哆啦娃呀 送林白离开的时候 花青影来了这么一句 那风情万种的模样 配合着无比娇媚的语气 让林白差点就又把他按倒 好在 他还是忍住了 只是给他那圆屯来了一巴掌 然后迅速离开 林白回到聂家时 还不到下午四点 聂云锦告诉他 年夜饭是在酒店里吃 时间是七点钟 因为药材都已经送到 林白便干脆 先把聂云锦需要的铸鸡单炼制出来 花了将近三小时 刚刚好 林白将铸鸡单交给聂云锦 然后就陪同他一起下楼 聂家其他人正在等着他们 七点整 一行人走进川香堂 在服务员的引领下 前往包间 草 是你小子 脑子正找你呢 迎面走来一群人 其中一人看到林白 顿时就怒不可遏 第525章 你不是昨天的女的 这人却正是昨天 被林白修理过的善涛 林白顿时就反省了一下自己 看来他昨天出手轻了 马达 你昨天打了我还敢躲起来 善涛看着林白 愤怒不已 下一秒 他视线扫在林白身边的聂云锦身上 就是一愣 等等 你 你不是昨天那女的 善涛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 这王八蛋 才一天 就换了个女人 换女人就算了 怎么这个更漂亮 真他妈让人嫉妒啊 不能忍 善涛脸上突然出现笑容 愤怒眨眼消失 他看着聂云锦 一副颇有风度的样子 这位女士你好 我叫善涛 虽然今天除夕是个好日子 但我还是想告诉你一个不太好的消息 我昨天亲眼看到你身边的这位男士 跟一个漂亮女人 在大街上搂搂抱抱 如果你不信的话 我还可以给你看视频 我信 聂云锦直接打断善涛的话 我不介意 还有事吗 没事的话 麻烦你让开 我跟家人吃年夜饭呢 善涛一时间猛了 聂云锦的回答 让他完全没法接 美女 你应该还是不信 善涛还想说什么 善涛 一声怒吓传来 你他妈找死啊 你拦在路上做什么 快给老子滚开 一个青年快步走来 却正是林白昨天见过的云绍 云绍 您怎么 善涛更猛了 让你压滚一边去 好狗 不挡到你不知道吗 云绍冲了过来 掐着善涛脖子 就往旁边推 而善涛压根就不敢反抗 之后他就看到云绍卑躬屈膝 弯腰斜身 您请 他说话的对象 自然是林白 林白也懒得多说 搂着聂云锦 很快进了包间 而接下来 除了服务员上菜 就再也没人来打扰 爸 妈 我敬你们一杯 聂云锦起身敬酒 我 我以后可能不会经常回家 只能麻烦弟弟妹妹 多照顾你们了 大丫头 你过得好 我们就放心 别的呀 都没事 柳东没满面笑容 以前啊 我总是担心 你在外面过得太差 所以 你不敢回家 现在啊 我跟你爸 都放心了 我们也不懂你到底 现在多厉害 但只要知道你很好就行 对啊 大姐 你不用担心了 我跟二哥会照顾好爸妈的 聂云秀也开口说道 再说 要不是大姐你 我跟二哥 也没有现在的好日子 总之呢 你有事就忙你的 不用管我们 不过 要是我们遇到麻烦 也会向你跟姐夫求助的 这顿年夜饭 也是其乐融融 聂家的氛围 还是相当不错的 一家人感情都还挺好 聂云锦虽然性子轻了 而且多年不在家 但也慢慢习惯 九点多的时候 聂家众人走出川乡居 除了林白和聂云锦 另外几人都有几分罪意 大姐 姐夫 我 我们交个代价 喝得醉醉的 依然是聂云翔 一声痛哼 这时传来 一个人重重摔在几人前面 却居然就是那位云绍 才两个多小时不见 这位云绍显得异常狼狈 鼻青脸肿 嘴角一血 大 大佬 叫 叫我 云绍终于看到林白 顿时像是看到一根救命稻草 虽然不知道有没有用 但他总得试试 林白还没开口 不远处就传来冷漠的声音 谁敢多管闲事 就跟他一样下场 林白寻声望去 一个穿长袍 悲常见的中年男子出现 男子眼神凶利 下一秒 他视线就落在聂云锦身上 眼里的凶利 瞬间就变成毫不掩饰的欲望 很好 小子 我已经认定你多管闲事了 长袍中年冷笑 这妞 我要了 他盯着聂云锦 看你居然也是修仙者 可惜只不过是炼器而已 但你既然修仙 想必你也听过鼠山剑阁 我乃鼠山剑阁核心弟子 我给你个机会 乖乖跟我走 只要你跟我走 这里其他人 我都会放他们一条生路 听到这话 地上的云绍 旁边的聂家几人 神情都有些诡异 鼠山剑阁 他们对这可太熟了 好 我跟你走 聂云锦疏然一步跨出 朝另一个方向快速走去 长袍中年稍显惊讶 但马上就露出兴奋表情 快速跟上 大佬 您 您不去吗 云绍费力爬起 忍不住询问 第526章 祝你新年越来越快 大佬 那人就是个色中恶鬼 跟几百年没见过女人一样 云绍忍不住补充 我带着女朋友吃饭出来 她突然就来抢人 本来我打不过她 都已经忍了 结果她拉着我女朋友 就想直接在门口干事 我忍不住 让她至少得进车里 她就嫌我多说了几句话 把我打成这样 我感觉她不太正常 您 云绍话没说完 就已经说不下去了 因为她看到 聂云锦已经回来了 这来回整个时间 似乎也就一分钟 这 这就搞定了 云绍结结巴巴 她没看到那长袍中年回来 心里已经大概有数了 聂云锦自然不会理她 她拉着林白 老公 我们走回去吧 我叫她代驾了 聂云锈这时嚷了一声 林白和聂云锦也不再多说 两人不虚不及 走在回家路上 老公 鼠山间隔 现在似乎很混乱 很多人下山了 聂云锦开口说道 我们还是去腾龙山庄吧 我想去那里住机 我想一口气 恢复到金丹修为 然后回鼠山间隔 届时再清理一下门户 老婆 你若是想清理门户 我现在也可以帮你的 林白搂住聂云锦 虽然你恢复修为 比第一次修炼的时候快一些 但要恢复到金丹 可能还是需要点时间 最快 大概也需要一个月左右 老公 鼠山间隔的事情 我还是想自己处理 聂云锦显然已经有了决定 我需要让自己 真正了解鼠山间隔 这样 等我亲自清理一遍之后 鼠山间隔 也能真正掌控 在我手里 嗯 也行 那老婆你先去铸鸡 林白对此 从来都不强求 他带着聂云锦 来到腾龙山庄 重新启动聚灵阵 让聂云锦在聚灵阵内铸鸡 而且他又让萧怡仁 紧急送来一批零食 铸鸡能吸收到的灵气数量 也能决定铸鸡的质量 天府的上空 烟花璀璨 从入夜开始 一直没有停 聂云锦吞下特制的铸鸡单 开始铸鸡 林白则守在附近玩手机 倒是也不用担心打扰聂云锦 因为聚灵阵也屏蔽了四周的声音 新年的钟声敲响 林白的手机突然就热闹起来 先是圣女老婆都在群里爱特她 一起刷着同一句话 老公春节快乐 at林白 林白 老婆们新年快乐 新的一年 祝你们更大更白更圆 电话很快响起 苏若冰打来电话 大冰冰新年快乐呀 新年更大更白更圆哈 林白马上接通 你怎么拜年 也这么流氓 苏若冰 没好气地说道 那我祝你新年越来越快 算了 知道你很忙 不跟你多说了 我正陪银子玩呢 苏若冰很快就挂了电话 而秦雪瑶的电话 跟着也打了进来 同样也是来祝她 新年快乐的 林白还收到不少拜年信息 洛飞飞给她发来了个 几秒短视频 在她那一双长腿上 写了拜年的字样 显然 洛飞飞也是懂她的 知道她喜欢她那双长腿 花青影虽然人在天赋 也给她发了几张 分外诱惑的旗袍照 至于其他人 白小辉 洛西西 胡平安 丁晴等人 都是比较正常的拜年短信 还有赵新月 录里 也给林白发了拜年信息 自然也都挺正常 甚至连银子 都给林白发了一条 内容就不太正常了 渣男 祝你越来越快 林白顺手 也回了几条信息 然后就被弹出一个视频 安妮妮发来的 林白哥哥 你今晚看春晚了吗 安妮妮有些兴奋 她此刻穿了个 很喜庆的红群 我上台表演了哦 我05的节目 观众反响最好呢 呃 没看 要不 你先再跳给我看 林白哥哥 先等等 我给你发个视频 你先看 安妮妮声音娇滴滴 对了 祝哥哥越来越厉害 我先挂断了 我刚表演完 先回酒店 安妮妮挂断通话 很快就给林白发来一个视频 正是她的舞蹈节目 确实好看 那一身红 唯美又魅惑 让林白 又直接扒掉着身红的冲动 而十分钟后 她就算是实现了这个愿望 安妮妮又发过来视频 然后在那边给她跳了这个舞 跳到一半的时候 她就脱掉了红群 第527章 也还是在修仙呢 还没跳完 林白就有点顶不住 妮妮啊 下次你再当面跳给我看吧 林白赶紧挂断了 安妮妮 这丫头很纯粹 也一直很清楚她的定位 她完全不跟林白 谈什么感情之类的 只是一心一意 用她的长处 带给林白欢愉 林白必须承认 她挺喜欢这种相处模式 她甚至有点感激 神都那个李天娇了 不是李天娇当时装逼 她可能还不一定要安妮妮呢 现在看来 这波不亏 从仙界回来的第一个新年 也还是在修仙呢 林白轻轻吐了口气 仙界很好 这个世界也很好 老婆们几乎都在 这就是最好的事情 只是另外那两位圣女老婆 到底在哪呢 莫非他们也在那个 有更多修仙者的秘境之中 原本林白打算亲自去找最后那两位圣女老婆 可现在 她必须先守护这些已经找到的圣女老婆 林白看着距林阵内的聂云锦 心里泛起丝丝温柔 近千年的相处 她跟这些圣女老婆 不只是最亲密的道理 也是对彼此最信任的亲人 他们之间的牵绊 无人可以替代 哄 啪 烟花依然璀璨 林白倒也没有再被打扰 她没有修炼 只是一直守着聂云锦助击 看到越来越多的浓郁灵气被她吸收 林白心情也越来越好 清晨时分 聂云锦终于助击成功 老公 我这次比以前厉害了好多 聂云锦有些激动 甚至比我在仙界的同期还要强很多 嗯 我也比仙界同期强大很多 不只是你 吴梦他们也都是 林白点点头 这次 我们一定不用再怕天节了 她自然知道聂云锦现在更强 她这次助击吸收的灵气 比林白其他几位圣女老婆 都要强很多 这是好事 林白这些圣女老婆 因为体质特殊 原本就都比同级别的其他修仙者强很多 聂云锦则更强 至于林白自己 她觉得已经强得有些离谱了 唯一的问题就是 她现在修炼真不容易 有人来了 林白突然若有所感 几秒后 她就看到一个不算陌生的身影 鼠山剑阁的那位曾长老 恭贺阁主再次助击成功 曾长老很快来到聂云锦面前 恭敬行礼 阁主 鼠山剑阁现在人心惶惶 还请您回去主持大局 曾长老 我还有些俗事需要处理 聂云锦语气默然 这样吧 你先回剑阁 传我命令 我将在一个月之后 挑选一名清传弟子 让剑阁所有弟子做好准备 具体时间就选在2月2那天吧 2月2 龙抬头 我鼠山剑阁 也将在那天 从头开始 是 阁主 曾长老再次恭敬行礼 然后转身离去 他居然就这么走了 林白有点意外 我本以为 他会想方设法 让你现在就回鼠山剑阁呢 我也不太清楚 他在打什么主意 聂云锦沉吟了一下 但 不重要 我们已不变因万变 老公 接下来一个月 你帮我恢复到金单修为 等2月2 我就回鼠山剑阁 不管他们想做什么 一个月时间 也足够他们准备好了 好 林白也是一口答应 重修比第一次修炼 其实要容易很多 而林白要做的 就是帮助聂云锦 尽快吸收足够的灵气 原本 如果林白自己也要修炼的话 灵石不够用 但林白决定 这段时间 自己放弃修炼 专门提供给聂云锦修炼 其实这样的话 萧一人合成的灵石会有剩余 但也没关系 先存下来 以后 林白自己在一起拿来用 一个月的时间 对于修仙者来说 其实不值一提 聂云锦的修炼 甚至比林白预估的还要顺利 正月底 聂云锦就顺利结丹 再次成为金丹七修仙者 老公 我先回家一趟 然后再直接回蜀山剑阁 你不用跟我一起去 聂云锦很快安排得明明白白 等二月初二那天 你再去蜀山剑阁 将他那无比风雨的身段 投入林白怀里 让林白过了点手影之后 聂云锦就迅速离开 林白也没挽留 他知道聂云锦 急着处理蜀山剑阁的事情 而另一个原因就是 他现在其实也有一条事情 需要处理 比如 宋玉杰又开始疯狂聊他了 第五百二十八张 把你的球洗白白等我 最近一个月里 林白其实也时不时找人聊天 他主要是闲得无聊 林白无聊到什么程度呢 他连以前基本上不看的同学群 不论是大学还是高中群 他都开始没事聊几句了 本质上 他不是闲得淡疼 而是淡太闲了 不过 虽然他很闲 有个人却是不敢主动聊的 也就是宋玉杰 大概半个月前 宋玉杰又开始像以前那样 对他各种聊 每天都给他发各种喝奶照 只是 虽然看着跟以前一样 可林白却又发现不对劲 照片不太对劲 偶尔有些姿势问题 不像是自拍 而像是旁边有个人 在帮他拍 这隐隐让林白有些不妙的感觉 宋玉杰难道出啥问题了 若不是要看着聂云锦修炼 他其实可能早就回青山县了 他不愿意去见宋玉杰 并不是不想见他 而是顶不住他的魅力 可他更不想看到他出什么事情 若是他被人控制 那他就亏惨了 叮咚 手机又响了 一看正是宋玉杰发过来的 乖者 我听说你高中的班主任老师快死了哦 你不回来看看他吗 我还听说 他是操劳过度营养不良呢 乖者你 似乎也操劳过度蛋白质 严重流失哦 你快回来吧 阿姨给你喝奶补补营养 最后还发了一张图 一盒两升的牛奶 放置在他的胸口 你在哪 我这就回去 林白回来的消息 心里却有些意外 高中班主任老师真病了吗 可高中同学群里 也没见人说啊 还是其他同学也不知道 林白脑海里 出现一个颇为帅气男老师的形象 那位老师叫张黎明 当时都说他跟黎明一样帅 张黎明其实只比林白大十来岁 现在应该还不到四十 这位老师当他们班主任的时候 刚毕业几年 跟班上同学关系都还不错 林白跟张黎明倒也不算是特别好 他当年有些内向 但这位张老师 对班上同学都挺关心 也曾多次私下关心过林白的学习生活状况 总之林白对这位老师印象还是挺不错的 虽然毕业之后很少跟老师打交道 但现在听说他快死了 林白还是想去看看 我当然在宁阳市啊 不然我怎么知道 你老师要死了呢 宋玉杰很快回了消息 我这会儿就在宁阳高中玩呢 我看到一个好大的球 你想看我的球吗 林白略一思索 便发过去消息 把你的球洗白白等我 收起手机 林白肃然消失 此刻 宁阳市 宁阳市乃是一座中等城市 离江城其实并不远 也就一百公里 一条宁河穿过整个城市 宁河两边则有不少独栋别墅 此刻 其中一栋别墅里 宋玉杰正看着不远处 那里站着一个中年古装女子 姑奶奶 她说马上回来呢 宋玉杰笑得很甜 其实她就是个色狼了 我早就说能把她勾引回来的吗 不过 姑奶奶你真的能打得过她吗 她也很厉害的哦 怎么 你到现在还怀疑我的实力 古装女子冷冷看着宋玉杰 等那小子来到这里 你就会知道她有多么不堪意见 敢灭我们宋家 她就是找死 还有你 居然跟她勾三搭四的 简直岂有此理 若非我看你还保持着清白之身 我早一见劈了你 姑奶奶 我也没办法嘛 我不跟她勾勾搭搭 我早就被人侮辱了 宋玉杰一脸委屈的样子 要是姑奶奶你早点回来 那我也不用这样嘛 行了 想回来就能回来的吗 算了 等我灭掉那小子 我就带你去一个好地方 以你的资质和容貌 我能给你找个真正的好男人 不是那种小别三 我先进屋修炼 等那小子来了 我自然会出来 古装女子转身进屋 宋玉杰脸上的笑容也瞬间消失 她拿起手机想发消息 但又放了下去 脸上不经意中多了一丝忧虑 中午时分 林白出现在宁阳高中 高中毕业之后 她还是第一次来这里 熟悉而又有几分陌生 林白很快来到教室宿舍楼门口 她刚刚已经让苏若斌查了一下 得知张黎明老师确实得了重病 正准备按门进 门却打开了 走出一个三十多岁的男老师 她从林白身边走过 突然移了一声退回两步 你 林白 第529章 又见下骨 啊 廖老师 林白此刻也认出这位男老师 是高中化学老师廖文光 这位廖老师当年也是大学刚毕业 第一年就教他们班 跟大伙关系也都不错 对对对 你还记得老师啊 廖文光很热情 你们十六届的同学 其他人毕业之后 我大部分都还见过呢 就你 一直没看到过 你来这是找哪位老师呢 我去看看张老师 林白自然也不隐瞒 张老师啊 廖文光脸上的笑容消失 有些黯然 也好 你们张老师 一直不让我们把消息说出去 他现在精神也不太好 没什么力气说话 不过 你既然都来了 还是去看看吧 他这病也是离奇 之前好好的 突然几个月就 哎 不说了 林白 我陪你一块去吧 好的 谢谢廖老师 林白点点头 廖文光随即转身 林白跟着进去 两人乘坐电梯 来到酒楼 按了按门铃 门很快打开 是个七八岁的漂亮小女孩 廖叔叔 你又来了 小女孩跟廖文光打招呼 你来找我爸爸的吗 可我爸爸睡着了 这是你们张老师的女儿张备 廖文光轻声介绍 林白 张老师睡着了 要不我们下次再来 廖老师 我懂一点医术 我想看看张老师 林白摇摇头 这 也行吧 廖文光显然并没有做什么指望 两人还是进了屋 房子不大 两室一厅 林白很快推开主屋 床上静静躺着一个人 有那么一瞬间 林白甚至以为自己进错了房间 床上的那个人 虽然带着被子只露出头部 可那花白的头发 干枯的面容 完全不像是一个不到四十岁的人 更像是八十岁 林白 你们张老师是个特别在意形象的人 他年轻时候长得那么帅 所以现在 廖文光叹气 这也是 他不想让人知道他生病的原因 他希望在学生记忆里 留下他以前的形象 而不是现在这样 有几个本地同学知道他生病 我都劝他们 别说出去 也别来看 林白走到床边 轻轻抓起张黎明干枯的手腕 一缕灵气探入 开始详细检查 几秒后 他脸色就变得有些凝重起来 这 居然不是病 而是 他许久没遇到过的骨 这让林白很意外 张老师居然是被人下骨了 怪不得病情恶化这么快 原因很简单 这条骨直接吸干了张老师全身的血肉惊气 这谁下手可真狠啊 林白难难低语 张老师这个情况 医院根本没法治 甚至都查不出病因 而现在 即便是能解决他身体里的那条骨 也很难把人治好 因为流失的血肉精气 很难补充回来 毫不夸张地说 林白已经是唯一能治疗张老师的人 因为他还有天道13针 林白 你 真懂医术 廖文光这时忍不住开口 嗯 懂一点 林白点点头 我现在 帮张老师治病 虽然知道张老师是被人下骨 但他现在已经来不及 去找下骨的人 只能先把张老师治好 因为若是再不治疗 张老师最多也就能熬过三天 甚至一天 下骨的人可以慢慢找 但治病这件事 他必须马上进行 林白掀开被子 抽出银针 直接开始治疗 一连十几针下去 林白再次抽出银针时 一条细弱银丝的骨虫出现在针间 下一秒 这骨虫就灰飞烟灭 但这才是第一步 天道13针 接着就开始施展出来 唯有天道13针 才能迅速恢复张黎明的血肉惊气 哇 爸爸又变年轻了 张被突然嚷了起来 一脸开心 而廖文光已经惊呆了 他擦了擦自己的眼睛 还以为自己看花了眼 可他很快就发现 不是他花了眼 而是张黎明 真的在迅速发生变化 那花白的头发 开始变灰 最后变黑 而那干枯的皮肤 也开始出现光泽 随着林白银针 不停扎在张黎明身上 张黎明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变得年轻 十分钟后 林白收回银针 张黎明已经恢复往日的帅气 甚至看着更加年轻 张被 你果然又逃可跑这里来了 呵斥声传来 快给我回学校去 第530章 你这叫懂一点 妈妈 那个大哥的好厉害 他把爸爸治好了 张被此刻却很兴奋 妈妈你快来看 爸爸又变年轻了 爸爸现在超帅的 胡说八道什么 声音甚是不悦 很快 林白看到一个漂亮少妇 出现在门口 妆容精致 身材也相当好 林白却不自觉皱了皱眉 这是张老师的老婆 可他身上 还残留着其他男人的气息 林白看了床上的张老师一眼 不禁暗自叹气 这位张老师可真倒霉啊 廖老师 你搞什么 你这带谁过来呢 少妇有些不悦 我家黎明不是说了 谁也不见的吗 他本来就没多少时间了 你还 少妇突然一声惊叫 瞠目结舌 你你你 他看着突然做起的张黎明 一副见鬼了的表情 彭慧 你又来做什么 我已经活不了几天 等我死了 自然就离婚了 你就不能让我好好走吗 张黎明声音稍显沙哑 还有几分愤怒 你你你 彭慧依然一脸惊骇 贝贝逃课了 我先送他去学校 他突然拖起张贝就走 林白和廖文光自然也不可能阻拦 廖老师 你怎么又来了 一 你是 张黎明很快看到林白 十六届的林白 张老师 是我 林白微微一笑 不好意思 我今天才知道 你生病 来晚了 哎 廖老师 我都说让你别告诉学生 现在看到我这样子 张黎明一脸苦涩 他一低头 突然觉得不对劲 咦 我的手 显然 他依然以为自己是之前的样子 张老师 你照照镜子 你起床去照照镜子 廖文光直接催促 起床 我现在根本起不了 张黎明话没说完 就发现自己已经下意识下床站起 他突然意识到什么 匆匆走进洗手间 啊 张黎明惊叫起来 随即就是一种难以抑制的狂血 我 我好了 我好了 我的病真的好了吗 很快 张黎明从里面冲了出来 廖老师 我是不是好了 我真的好了 这 这怎么回事 谁治好了我 我 我难道在做梦 张黎明一拳打在墙上 疼得呲牙咧嘴 不是梦 老张啊 不是梦 廖文光拍了拍张黎明 有些感慨 我是亲眼看到你好起来的 你有个好学生啊 不对 是我们都有个好学生 他转头看着林白 更加感慨 林白 你刚说自己懂点医术 我还以为你吹牛 哪知道 你这根本不是懂一点啊 你这叫懂一点 亿万富翁的那个意 林白 是你治好了我 张黎明此刻也回过神来 你现在是个医生 张老师 我不算是医生 但我确实懂点医术 林白略意沉吟 决定还是实话实说 其实张老师 你这病 严格来说 不是生病 根据我的推测 应该是有人害你 我会让人帮忙查一查 但张老师 你这段时间 也还是小心一些 另外 如果张老师 你以后感觉身体不舒服 记得给我打电话 林白留下自己的电话号码 随后又说道 张老师 廖老师 不好意思 我还有点私事要处理 就先走了 老张 你休息一下 我送一下林白 廖文光把林白送到宿舍楼下面 林白 你看起来很忙 我就先不留你 廖文光跟林白家的微信好友 等你忙完 有空了 给我发的消息 到时候跟张老师一起吃个饭 喝喝酒 本地也有些同学 大家有机会聚聚 好的 廖老师 林白点头答应 他很快走出宁阳高中 拨通苏若冰的电话 大冰冰 你帮我查一下 林白飞快说了一下事情 重点查查张老师他老婆 知道了 苏若冰稍稍犹豫了一下 你在宁阳能待多久 最晚后天会走 不过 大冰冰 你来吧 我想你了 林白之所以让苏若冰帮忙调查 其实就是想让他过来 我才不去 苏若冰挂了电话 林白也没在意 他知道 大冰冰的身体很诚实 肯定会来的 至于现在 该去找宋玉杰了 叮咚 手机这时又响了 正是高中同学群 有人发消息 第531章 我姑奶奶要杀你 各位同学 告诉大家一个悲痛的消息 我刚刚得知 我们尊敬的班主任 张灵明老师重病 我正在赶去火车站 会尽快赶回宁阳高中 若是有人愿意和我一起 去看望张老师 还请私下联系我 发消息的乃是周浩杰 他直接爱特了所有人 什么 怎么会这样 是真的吗 什么病呀 班长你哪里得到的消息 我就在宁阳啊 我怎么不知道 是真的 其实我也听说了 但张老师不想见学生 平时很少有人聊天的群 一下子变得很活跃起来 林白没有发话 他也没有告诉大家 张老师的病已经被治好 但他此刻却有些迷惑 是不是太巧了 他刚看完张老师 治好病 张老师重病的消息就出来了 想了想 林白就给周浩杰发来的消息 班长 张老师生病的消息 谁告诉你的 周浩杰 是许昕说的 怎么了 林白 没事 我就问问 周浩杰 林白 你要一起去看张老师吗 我还想请你吃饭呢 一直没找到机会 林白 先不用管我 你约其他同学吧 周浩杰 那行 我到了再说 林白随即点开许昕头像 林白 许昕 你从哪里得到张老师生病消息的 许昕 曹杰告诉我的 他现在是医生 据他说 张老师的时间可能不多了 他本来是被要求瞒着的 但觉得还是应该让同学们知道 林白 你现在是在宁阳吗 许昕 对 林白你呢 难道你也在 林白 我在 不过暂时 你当我不在吧 许昕 我懂 我不告诉别人 林白在脑里回忆了一下曹杰 有点印象 是班上的贫困生 当年张老师也特别关照曹杰 为他组织过几次班级捐款 后来还给他找了个资助人 希望跟他没关系吧 林白希望 这只是个巧合 而他也暂时不去想这事 得先看看宋玉杰 找个天道先提可不容易 可不能被人得偷家了 林白给宋玉杰发去消息 不是说 你在宁阳高中吗 人呢 乖者 你这么快吗 宋玉杰很快回消息 我在这里呢 正喜白白哦 他很快 给林白发来一个定位 林白开了个导航 不到两分钟 他就出现在宁河边的沿河别墅里 你嘴里什么时候 能有句真话 林白看着 在那幅面膜的宋玉杰 有些无语 还喜白白呢 还有你一个修仙者 敷什么面膜 你那皮肤还需要敷面膜吗 可是有人送我很多面膜盐 我不敷面膜 那不就浪费了吗 宋玉杰一脸无辜 我又不像你 明明阿姨我愿意给你奶吃 你却非要浪费粮食 对了 乖者 我最近不太乖 你不许生气哦 我是把你骗回来的 因为我姑奶奶要杀你 林白满脑子的问号 他这漂亮的小嘴 是怎么若无其事说出这事的 感情他敷着面膜 是想掩盖他撒谎 也面不改色吗 那些看着像是别人拍的照片 也是你故意的 林白美好气的问道 呀 你发现了吗 宋玉杰挺开心的样子 我还以为你不会放心的 是我自己假装的呀 乖者 你果然是 担心我跟别人跑了吗 林白却没有再回答 他已经看向不远处 翘无声息出现的古装女子 你就是林白 那个小畜生 古装女子声音冰冷 我宋家全家 都毁在你手里 而你还强行霸占我这个孙侄女 你这穷凶极恶的东西 过来受死 乖者 这就是我古奶奶哦 宋玉杰这时开口 她叫宋兰芳 是我爷爷的妹妹 你看她那么大年龄了 还看着这么年轻呢 我以后是不是也能一直年轻呀 林白再次无语 这妞的关注点 是不是有些问题 放心吧 你会一直年轻的 林白还是回答了她一句 哦 乖者 那我还有个问题 宋玉杰终于撕掉脸上的面膜 来到林白身边 搂住她的胳膊 我能打得过我家古奶奶吗 怎么 你现在想跟你古奶奶打架了 林白没好气地问道 对啊 我怕死呀 你没来之前 我都不敢试哦 宋玉杰细细一笑 我在古奶奶面前超乖的 她让我骗你回家 我就乖乖骗你 不过现在你回来了 我就不用继续骗了 你有没想过一种可能 你会害死我 林白很想揍她一顿 第532章 这妞还怪孝顺的脸 想过呀 宋玉杰细细一笑 你要死了 我就陪你一起死呗 可是我更担心 被我古奶奶打死了 然后你又把我古奶奶打死了 那我就太冤了 哦 我不是怕死 我只是怕死了之后 再也没人像我这样 喜欢为你喝奶了 姐丫头 你在那说的什么东西 宋兰芳已经忍无可忍 怒吼出来 你一直在我面前演戏 你就这么喜欢这个小畜生 古奶奶 这是我大招哦 她一点都不小 宋玉杰细一笑 还有 她其实是个好人了 要说畜生 咱宋家才是有很多畜生 而且 亲爱的姑奶奶 你让我把她勾引回来 我做到了呀 这不就是你想要的结果吗 你现在要是打得过她 那就杀了她吗 林白觉得这妞居然挺有道理 逻辑很严密 无懈可击 我现在不跟你扯 你赶紧让开 我先杀她再给你算账 宋兰芳声音冰冷 一把短剑也出现在她手上 与此同时 她身上也散发出一股凌厉的杀气 看得出来 她修为确实不低 好了 你一边去吧 林白拍了拍宋玉杰 你现在打不过她 哦 知道了 宋玉杰乖乖退到一边去 乖者 加油 你要死了我还要给你陪葬呢 我怕她 不想自杀 顿了顿 她又朝宋兰芳嘻嘻一笑 姑奶奶你也加油 还有你放心哦 你要死了 我会把你埋掉的 逢年过节 我还会给你烧点纸 让你在下面有钱花泥 林白很想吐槽 这妞还怪孝顺的脸 小畜生 本事不大 坏事做的不少 宋兰芳冷冷看着林白 看你身上没有灵气波动 倒是挺会隐藏实力 可你再隐藏 也吓不倒我 这个事件 最强者 也不过金丹而已 宋兰芳手中的短剑 舒然暴涨三尺 我 已经是金丹中期强者 杀你如土狗 不 你连狗都不如 宋兰芳眼里满是恨意 而她手中的长剑 舒然离手 以极快的速度 朝林白飞来 长剑转瞬极致 林白很随意抬手 轻而易举 夹住了长剑 宋老太 你一把年纪了 脾气不要那么大 林白摇摇头 区区金丹中期 在我面前 也不值一提 手指一弹 长剑输然转向 瞬间逼近宋兰芳的咽喉 宋兰芳试图控制长剑 可想方设法都无法成功 她开始后退 躲避 不停挪移 可不管她怎么躲 她自己的这把飞剑 剑尖依然贴着她的咽喉 随时都能把她穿透 哇 乖侄儿 你真的超厉害哦 宋玉杰颇为兴奋 我好想奖励你两声奶呢 你 你到底什么秀为 宋兰芳却是面如死灰 她本以为自己能轻易而举 杀死林白报仇 却没想到 结果是她不堪一击 我啊 区区筑基二层而已 林白懒洋洋的说道 当然了 你肯定不信 不可能 宋兰芳怒吼 绝对不可能 看 我就说你不信吧 林白一脸淡定 不过你信不信 我其实不在意 你之所以还活着呢 是我想问你个事情 我若是没猜错的话 你也是 来自那个 有很多修仙者的秘境吧 最近 你们难道有很多人出来 你 你怎么知道 宋兰芳脸色在变 你 你到底是什么人 啊 飞剑穿透宋兰芳的肩膀 而后重新回到原位 是我在问你 林白声音骤然变了 你若不说实话 下一次这把剑 就会在你脸上 雕出一个宋子 现在 我问你什么 你就回答什么 你们到底多少人出来了 我 我不知道 宋兰芳脸色苍白 我只是自己申请回家看看的 我本想从家族 再寻找一个 有修仙天分的后背过去 却没想我整个宋家 都被你灭了 古奶奶 我还活着呢 宋玉杰轻轻一笑 那你如果想回去 要怎么回 林白继续询问 我没法主动回去 但我的师门最多一年内 会派人出来 到时候 他们会找到我 接我回家 宋兰芳看来是真的很怕 在脸上刻字 一年吗 林白微微沉吟起来 原本他打算一箭杀了宋兰芳 但现在看来 宋兰芳似乎还有价值 第533章 我家妖女初长成 再问你个问题 你听说过一个 叫云雪飞的人吗 林白想碰碰运气 没 没有 宋兰芳一脸痛苦 那 卢西亚呢 林白继续碰运气 也 也没有 宋兰芳再次摇头 哎 你没啥用啊 林白一声叹气 长剑树然往下 穿透宋兰芳的小腹 啊 宋兰芳发出一声惨叫 你 你废了我的修为 扑 宋兰芳张嘴喷出一口鲜血 仰面倒 却是直接昏迷过去 至于是因为受伤 还是气晕 就不确定了 你别急着埋她 先孝顺一下 你的姑奶奶吧 林白看向宋玉杰 若是她诗门的人 找到她 你再骗骗那些人 顺便告诉我就行 对了 你的体质 已经进化了一点 你现在 更像是个真正的妖女了 简单说 宋玉杰的天道仙体 外在表现 已经从天生魅谷 进化到天生妖T了 进化速度 其实超出了林白的想象 毕竟 这也才半年时间 但这种进化 其实并没有减少她的魅力 甚至让她更具魅惑 至于为啥叫天生妖T 其实就是说 她天生像的妖精 不只是长得像 形式风格也像 那我可以让你喝奶了吗 宋玉杰嘻嘻笑着 不能 林白瞪了她一眼 还有 你不是在青山县吗 你跑这里来做什么 你若是在青山县 遇到事情 可以找飞烟帮你 就你这姑奶奶 现在也未必打得过飞烟 宋玉杰用一种奇怪的眼神 看着林白 你这傻眼神 林白被她看得有些迷糊 我的好侄儿呀 你或许有很多可以信任的人 宋玉杰声音很轻 还有一些特殊的意味 可是阿姨我呀 能信任的人 只有你一个呢 我只相信 你肯定会想办法让我活着 所以 我才来到宁阳室 林白一时无言 她很想告诉宋玉杰 乔飞烟完全值得信任 但她也知道 她跟乔飞烟的信任 来自于千年的陪伴 而宋玉杰的过往 让她轻易相信一个人 原本也挺难 你以后长期住这个地方吗 林白问道 你若是住这里 我给你设置一个禁仙镇 会让你更有安全感 嗯 我以后就住这里了 青山县太小 容不下两个仙女 宋玉杰轻轻一笑 以后我就是宁阳室 大名鼎鼎的御寡妇了 其实你可以换个绰号的 林白总觉得这个怪怪的 我才不换呢 宋玉杰嘟着嘴 反正我现在就在守活寡 等你愿意喝我的热奶 我再改绰号 林白多少有点郁闷 是他不愿意吗 他现在是不能啊 不过他也习惯了宋玉杰的部讲理 接下来他就开始帮宋玉杰 设置禁仙镇 这别墅不大 设置禁仙镇倒也没有那么难 只是有些材料 还需要临时去弄 最终还是花了林白一个下午的时间 至于宋玉杰 这个下午则在计划 怎么孝顺她的姑奶奶 而她的孝顺方式很简单 直接废掉了宋兰芳两条腿 给她弄了两轮椅 再然后因为宋兰芳醒过来之后 骂骂咧咧 宋玉杰就把她也变成了哑巴 姑奶奶 以后你老老实实配合吃饭睡觉哦 不配合的话 我就把你变成植物人 每天给你注射营养液呢 宋玉杰说这话的时候 笑得很甜 林白只能感慨 我家妖女厨长长啊 叮咚 手机这时又响了 还是高中同学群 周浩杰 各位同学超级喜讯 张老师没事 今晚我们在桂乡假日酒店一号厅庆祝 廖老师还有本地的十多个同学都会去 若是还有其他同学在宁阳的 欢迎都啦 at所有人 群里又是一阵热闹 林白子没有发言 而他此刻也收到一条私聊 苏若冰直接给他发了的定位和房间号 很巧 也是桂乡假日酒店 乖者 你又要去喝别人的奶了吗 宋玉杰一脸忧怨的样子 其实我真的可以给你吗 你最后忍住就行了 我很了解我自己 林白叹气 我忍不住 所以啊 我先走了 你记得认真修炼 少想别的 林白是真的不敢在宋玉杰这里久留 他这方面抵抗力本来就差 宋玉杰更是越来越会勾人 林白终究是逃跑一般离开 因为宋玉杰眼看着要掏奶出来了 他很快就来到桂乡假日酒店 正准备进去找苏若冰 却若有所感 转过头 便看到个似曾相识的身影 第534章 你真的越来越快了 西装 眼镜 个子中等 身材偏瘦 曹杰 林白主动打了个招呼 他跟曹杰其实还算熟 当年他们俩也算是同病相怜 都是父母双亡 不过 林白有二舅一家照顾 稍稍好一点 曹杰据说都是自己管自己 虽然有爷爷奶奶 但从来不管他 而且在高三的时候 曹杰爷爷奶奶也都过世了 也正因为曹杰看上去完全没人关心 当时身为班主任的张黎明 对曹杰也更关心一些 林白 曹杰脸上露出笑容 你也来了 下午没见到你呢 我下午有点事 林白笑了笑 对了 曹杰 听说你现在当医生了 是啊 就在市中心医院上班呢 曹杰点点头 你呢 现在做啥 我呀 还是无业游民 林白叹气 工作不好找啊 没事 你肯定能找到工作的 曹杰微笑着 而且你看着越来越帅了 万一不行 找个富婆呗 对了 张老师 他们居住已经到了 我们先进去吧 你先进去吧 我还要去见到朋友 林白摇头 过会儿我再去找你们 行 那我先进去 曹杰也不多说 很快走进酒店里面 看着曹杰的背影 林白脸色凝重起来 他在曹杰身上 闻到了蛊虫的气味 待曹杰消失 林白也走进酒店 他乘坐电梯 来到13楼 很快敲响1314号房门 房门打开 正是苏若冰 大冰冰 这房间不错啊 一进屋 林白就感觉到 里面浓浓的琴趣风 怪不得特意弄了 这么个房号呢 这小地方没什么好酒店 这个算是最好的 至于房间也没特别好的 就这个情侣套房不错 苏若冰瞪着林白 你让我调查的那个棚会 问题挺大 他背着你那位张老师 出轨很多年了 而且 他的出轨对象 还是你们班上同学 曹杰吗 林白叹气 他是真不想看到这个结果 对 就叫曹杰 嗯 你干嘛 苏若冰被推倒在床 半小时后 苏若冰看着重新穿戴 整齐的林白 一脸古怪 喂 你真的越来越快了 我得去下面 见见我那帮同学 林白深吸口气 特别是曹杰 我得找个机会 跟他好好聊聊 对了 大冰冰 我觉得 你可以换点好看的衣服 等我回来 在苏若冰那白大圆上 狠狠捏了一把 林白转身离开 刚刚心情有点糟糕 不过享受了一下大冰冰之后 他也恢复了冷静 林白很快来到一号厅 这其实就是个大包间 有张差不多能坐20个人的圆桌 哎 林白你来了 快过来坐 周浩杰一眼就看到林白 急忙起身 林白 这边有个位置 许昕也急忙起身 林白 你坐这 张老师给你留着位置呢 廖文光也起身招呼 张黎明旁边确实还有个位置 林白 来这座 张黎明也跟着招呼 一时间 包间里的气氛有点诡异 其他同学似乎都有点猛 林白啥时候这么受欢迎了 根据他们得到的消息 周浩杰现在是五星酒店总经理 许昕也是留学归来 在宁阳创业 都是妥妥成功人士 怎么他们俩都对林白这么热情 还有张黎明廖文光这两位老师 对林白的态度 也是相当热情啊 这多少不太正常 毕竟 记忆中的林白 帅归帅 但成绩也不是班上最好的 大学 也不是考得最好的 至于现在 也没听说他多成功啊 谢谢张老师 不好意思 来晚了点 林白也没客气 来到张黎明旁边 直接端起一杯酒 我们一起 先进张老师 廖老师一杯吧 对对对 一起进两位老师 周浩杰马上起身附和 许昕也同时起来 其他人也终于回过神来 一起敬酒 等众人再次一起坐下 也就多恢复正常 而大家也拿起筷子 开动起来 没多久 曹杰就端着一杯酒起身 张老师 祝贺您身体恢复健康 曹杰来到张黎明旁边 不过您刚刚才恢复 还是少喝点酒 您喝这个杯子里的水就好 曹杰拿过一杯白开水 替代掉张黎明面前的白酒 来 我敬您 林白眼神不经意中 有点冷了 就刚这一瞬间 曹杰下了鼓 就在那杯白开水里 第535章 你们都被我骗了吧 张老师 你还是喝白酒吧 你现在的身体状况 喝点酒更好 林白伸出手 将那杯白开水拿开 行 那我还是喝点白酒 张黎明拿回酒杯 曹杰 也多谢你了 前些日子 为了我的事情 你也费心了 张老师 您客气了 曹杰微笑 不管怎么说 您现在身体健康就好 不过 您现在确实不太合适 多喝酒 您还是听我这个医生的吧 这个 张黎明稍稍犹豫了一下 可林白说 我应该喝点酒 林白 我不是针对你啊 但你这样 确实不太好 曹杰微微皱眉 张老师大病出狱 你就让他喝白酒 这不是害张老师吗 等等 曹杰 张老师 不是没有生病吗 周浩杰忍不住询问 对啊 不是弄错了吗 许昕也有些纳闷 张老师 您就跟大家说实话吧 曹杰有些无奈 不然同学们 还以为我故意骗他们呢 周浩杰可是特意 从神都赶过来的 好吧 各位同学 不好意思 张黎明叹了口气 我之前病得很重 曹杰也来看过我 不过 我很幸运 今天遇到了一位真正的神医 他治好了我 张老师客气了 神医两字可不敢当 曹杰微微一笑 只是运气好 加上张老师的病 刚好是我专业对口 总之呢 再次助张老师 恢复健康 曹杰再次举杯 张老师 您就听我这个 主治医师的吧 喝白开水就好 白开水 再次被推到张黎明面前 张黎明神情古怪 他和廖文光对视一眼 都没想到 曹杰居然会冒充神医 他之所以 没有直接说出 林白的名字 是觉得 林白可能不想被人知道 林白则在心里冷笑 曹杰大概是不知道 张黎明是他治好的 而曹杰冒充这个神医的名头 大概是笃定 张黎明不会当场揭破 至于以后 可能会揭破的问题 曹杰都再次朝张黎明下鼓了 肯定是不会给张黎明 说出真相的机会 曹杰 这杯白开水 就非要喝不可吗 林白终于开口 他并不想当场揭破曹杰那些事 因为那最终 只会让张黎明 颜面扫地 你有没治好张老师 你心里没数吗 林白 你这话什么意思 曹杰有些不悦 不是我治好的张老师 难不成还能是你 你说对了 林白语气淡定 没错 就是我治好的张老师 林白 你是在说笑话吗 曹杰脸色微变 我可是是中心医院的医生 你呢 你只是个无业游名 难不成 你想说自己是神医 你问问大家 他们信吗 那个曹杰 许昕忍不住开口 如果林白说他是神医 那 他应该就真的是 我相信 是他治好了张老师 什么 曹杰有些难以置信 许昕 你出国读书 把脑子读傻了吧 你这也能信 曹杰 你别激动 周浩杰也忍不住开口 林白其实真挺厉害的 他不太可能说谎 怎么 你意思是我说谎 曹杰更加恼怒 你们都什么意思 你们都觉得林白没说谎 曹杰 你也别闹了 林白治好张老师的时候 我就在旁边亲眼所见 廖文光终于开口 你这些日子 也帮了张老师不少忙 但这个功劳 确实不是你的 曹杰 确实是林白治好了我 张黎明叹了口气 但老师也很感谢你 这些日子的帮助 其实你跟林白 都是很好的医生 我真的 以你们这样的学生为荣 包间里 气氛又有些诡异起来 其他同学看着林白 显然都有些意外 林白居然就是张老师 口中的神医 哈哈哈哈 曹杰突然大笑起来 张老师 林白 你们都被我骗了吧 其实我就是开个玩笑 我就说嘛 事情哪有这样巧 张老师突然就好了 肯定是你们之中 谁给治好的 这不 我就演个戏 你们就都说实话了吧 原来是这样啊 曹杰你厉害 演技可真好 来来来 大家继续喝酒 众人看着都松了口气的样子 气氛也很快恢复正常 来来来 林白 我先敬你这个神医一杯 曹杰给林白倒酒 林白脸上出现一缕击翘 因为曹杰又下鼓了 第536章 你在心里装什么情高 来 干杯 林白举起杯 跟曹杰碰了碰 然后 直接一口喝光 干 曹杰也一口喝光 眼里 闪过一缕得意 然后 他就回到自己座位上 包间里的气氛 也开始变得热闹起来 曹杰接下来的表现 也是相当正常 不再搞事情 林白 不多说了 我敬你 我两杯 你随意 许欣来到林白身前 直接喝了两杯 随后是周浩杰 也是如法炮制 直接敬林白两杯 然后其他同学 也纷纷过来敬酒 林大神医 真人不露相啊 我得先敬你一杯 万一啥时候 我生病了 可得找你帮忙 林白 我这先替张老师敬你一杯 林大帅哥 你现在是真的帅 有女朋友了吗 林白 这场聚会 林白真正成为主角 等散场时 已经是晚上九点多 张黎明喝得有点多 他有很多感谢林白的话 却又不知道从何说起 最后就只化成一句话 林白 有空多回学校走走 下次回来 记得喊我喝酒 廖文光也拍了拍林白肩膀 我先送张老师回去 你们继续玩 两位老师先离开 而剩下的十多个人 有一部分继续去唱歌 另一部分也各自回家 至于林白 他自然是准备回房间 陪他的大冰冰 只不过 在这之前 他还要处理一件事情 带众人离开 林白回过头 看向刚刚从里面走出的曹姐 林白 我其实真的挺好奇 你怎么突然就变神医了 曹姐走到林白身前 当年你在班上也是平平无奇 现在却是众星捧月 这滋味 挺不错吧 我也很好奇 林白脸色有点冷 你良心被狗吃了吗 张老师当年对你不够好吗 你就这样回报他的 林白 我不明白你在说 曹姐还想装糊涂 行了 别在我面前装了 林白不耐烦地打断 我知道是你下骨害张老师 我也知道 你跟彭慧那些事情 现在 我在问你 你良心被狗吃了吗 曹姐脸色微变 他看着林白 神情很快冷肃 林白 看来我是真低估了你 曹姐眼神冰冷 你别跟老子扯什么良心 那叫施舍 你懂那种 被人施舍 被人同情的滋味吗 我觉得你应该懂 他们以为那是帮助 可对我来说 那是羞辱 我不需要这样的施舍 我想靠自己的本事拥有一切 是吗 林白冷笑 那你当年怎么不拒绝 你在心里装什么情高 就因为你那点可怜的自尊心 你做出现在这狼心狗肺的事情 算了 跟你说这些没用 我现在就问你一件事 林白盯着曹姐 你下骨的能力 跟谁学的 重要吗 曹姐一脸激愁 林白 就算你有点本事又如何 你还不是喝下了我的古酒 你都要死了 还管我跟谁学的古术呢 蠢货 林白冷冷看着曹姐 你给张老师再次下骨的时候 我就看得出来 你以为我为什么会喝下你进的酒 就你这不入流的古术 还想害我 你配吗 林白疏然在曹姐身上点了几下 不说也行 自己先尝尝被骨反噬的滋味吧 曹姐张嘴 却没有发出声音 她一脸痛苦 很快倒在地上 别急 我过几分钟再跟你聊 林白一脸淡定 一辆车在酒店旁边停下 下来一个漂亮少妇 却正是彭慧 她快步走向曹姐 曹姐 你怎么了 喝醉了吗 不 她只是中骨了 林白淡淡说道 怎么可能 彭慧下意识抬头看向林白 等等 你 你是 没错 我就是治好张老师的那个人 让你失望了 林白神情漠然 至于曹姐 她很快就会变成张老师之前的样子 这就叫自作孽 你们慢慢享受 这最后的时光吧 林白转身就朝酒店里面走去 曹姐 你怎么了 你 你别担心 我 我会救你的 彭慧有些费力地将曹姐扶进车里 很快开车离开 而在她车子离开的那一瞬间 林白又翘无声息出了酒店 跟在车子后面 第537章 你已经不配 宁阳市并不大 十分钟后 彭慧的车子就停在一栋 沿河独洞叠书外面 她扶着已经痛苦不堪 甚至无力走路的曹姐下车 暗响了门铃 大门很快自动打开 院子里的灯光亮起 一位亲手老者坐在轮椅上 从里面出来 万老 曹姐出事了 您快看看 彭慧显然跟老者认识 轮椅来到曹姐面前 万老抓住曹姐一只手 下一秒 他就脸色微变 他来这之前 遇到了什么人 万老声音沙哑 我 我不知道 彭慧有些惊慌 不对 好像是他一个同学 就是那个人 治好了张黎明 别问了 是我 淡淡的声音响起 林白翘无声息 出现在院子里 我叫林白 你 听过吗 林白看着万老 观察着他的反应 什么 万老脸色巨变 你 你是 挺好 看来你听过我 那事情就简单了 林白看着万老 你是老老实实交代一切 还是要我走个流程 你是属于主角团 孟也 咦 都不是 说吧 你是属于哪个势力 还是自己单干 万老 您先救一下曹姐 彭慧有些焦急 你闭嘴 万老低吼起来 救个屁 他死定了 他看向林白 那苍老的脸蛋 很努力挤出几分谄媚的笑容 先 先尊大人 我 我就是个很普通的小散秀 曹姐他做的事情 其实跟我无关的 您 您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处置他 让他永久消失 您 您能不能放我一条生路 不错的尝试 林白淡淡看着万老 但你觉得 就这拙劣的演技 你能骗得了我 见到你之前 我本以为曹姐的古术 只是用来害人的 可看到你 让我想起一种 特殊的修炼手段 叫做古修 简单说 就是用古吸收 其他人的精血 最终为你所用 所以 万老头 你觉得我会放过你吗 万老脸上的谄媚 慢慢消失 轮椅缓缓后退 小子 你是不是真以为我怕你 万老冷哼一声 没错 我看不透你 现在的修为 所以 我才不想跟你拼命 毕竟 我们原本无冤无仇 但你若是非要比我 那我也不介意 跟你拼个鱼死网破 万老双手按在轮椅上 我也不怕告诉你 我这轮椅里 藏着上百条蛊虫 在那个世界 你很强 但这 不是那个世界 你回到这里 也最多 就半年而已 大家都一样 我们古修前期 修炼甚至比你更快 呃 灵白手一声 并没有碰到万老 只是虚空一捏 万老就已经说不出话来 你对我的强大 依然是一无所知 灵白淡淡说了一句 虚空用力一抓 咔嚓 万老喉咙断裂 下一秒 轮椅里 爬出无数虫子 这些虫子 瞬间进入万老的身体 没一会 万老就被啃尸得尸骨无存 灵白又是一挥手 这些虫子 就都灰飞烟灭 你 你是人是鬼 彭慧已经被吓得 瘫坐地上 牙齿打颤 灵白转头 看向曹杰 几道指风弹出 曹杰脸上的痛苦消失 他从地上坐起 灵白 你 你是修宪者 曹杰脸色苍白 这老头告诉你的 倒是不少 灵白看着曹杰 但 不重要了 说吧 你选个什么样的死法 同学一场 我可以给你一点体面 给我体面吗 曹杰呵呵笑了起来 灵白 你是想给张黎明体面吧 毕竟 若是我跟彭慧的事情曝光出去 他下半辈子 都没法在其他人面前抬起头来 算了 我知道我今晚必死无疑 能不能陪我喝一顿 我们俩 其实也曾是朋友 你就当 送我一程 不必了 灵白一挥手 你已经不配 曹杰翘无声息倒下 啊 彭慧一声尖叫 你 你想做什么 你可以走了 灵白看着他 声音冷漠 这 真的 彭慧以为自己听错了 然后急忙从地上爬起 好好好 我走 他冲出别墅 迅速上车 一踩油门 狂飙而去 几秒后 他的车子 就疏然冲出路面 坠入河里 灵白静静站在别墅门口 拨通一个电话 第538章 就让他过去吧 一人美女 帮我处理点事 灵白这电话打给了肖一人 他让肖一人查一下信万的这个老头 顺便也关注一下 类似古修的事情 当然 重点是 他让肖一人 把彭慧和曹杰的事情清理干净 清理的标准很简单 就是让银子也找不出任何蛛丝马迹 灵公子 这个世界的修仙者 似乎越来越多了 而且 似乎有很多修仙者 隐藏在暗处 肖一人还没挂电话 我们是不是该想个办法 处理一下 一人美女 这个不太好处理 你有什么办法吗 灵白对此 其实没有太大兴趣 谁爱修仙 谁去修 不惹他就行 我想尽量让这些修仙者 处于名处 肖一人显然已经有想法 简单说 这些修仙者 让他们都能加入一个合适的地方 他们可以进仙门 也可以进世家 又或者进入静殿 甚至其他组织都行 这样的话 目标明确 更好处理 我想让静殿 还有各大世家 乃至仙门之类的 都进行一些恰当的宣传 吸引这些人加入 也可以 你跟吴梦商量吧 灵白也无所谓 结束通话 灵白疏然消失 很快 他就回到酒店 来到1314号房间门口 敲了敲门 房门很快打开 而他眼睛瞬间就直了 苏若冰穿着一身 无比性感的衣服 将他那火爆的身材 衬托得更加魅惑 好看不 嗯 苏若冰才说了几个字 就被灵白扑倒 又到清晨 手机铃声骤然响起 是灵白的 灵白主动躺平 苏若冰则开始疲劳驾驶 拿过手机 是周浩杰打来的电话 班长 怎么了 灵白接通电话 灵白 曹杰出事了 周浩杰声音有点哑 昨晚我们去唱歌了 曹杰没去 刚刚才听说曹杰回家之后 突发心脏病 你说 这是不是因为 昨晚跟我们喝酒的原因 我现在挺内疚的 要不是我来宁养 可能就没这些事情 班长 这是肯定跟你无关 而且 其实曹杰心脏本来就不太好 灵白打断周浩杰的话 你也别内疚 这样吧 曹杰家里也没人 你就去帮忙处理一下后事吧 费用方面 我来出 嗯 灵白你这么说 我就安心了 周浩杰听着冷静了不少 钱也不用你出 我联系一下其他同学 先看怎么处理吧 电话很快挂断 灵白继续玩球 躺平总是很快乐 玩球时间也很快 不知不觉就到了中午 灵白手机再次响起 而这次 是廖文光打来的 灵白 我是廖老师 你还在宁养吗 在的 灵白如实回答 中午有没时间 一起吃个饭 就我们俩 廖文光语气里有几分异样 就宁高大门口的小柜员里 灵白还没说话 苏若斌趴了下来 扶在他耳边 去吧 我好累 要休息会儿 好 廖老师 你等我半小时 灵白终于答应下来 挂断电话 他就不再躺平 搂着苏若斌进了浴室 半小时后 宁阳高中门口 小柜员餐厅 这餐厅不大 共两层 每一层才几十平米 不过 对于高中生来说 能来这里吃饭 也算是吃大餐了 灵白上了二楼 见到正在等待的廖文光 菜已经上桌 都是家常菜 来 灵白 喝点 廖文光递给灵白 一瓶二两的白酒 他自己也开了一瓶 倒在自己杯子里 廖老师 有心事 灵白也给自己倒了酒 廖文光抿了一口酒 尝尝叹气 没什么 就是 有点感慨 替你们张老师不值啊 灵白没有说什么 喝了口酒 默默吃菜 休闲者不是非要吃东西 但他依然喜欢人间美味 曹姐死了 彭会出了车祸 廖文光看着灵白 但你其实应该也都知道了吧 灵白啊 你知道我忍了多久吗 有些事 我一直想跟你张老师说 可我一直没说 没法说啊 真的没法说 你 你其实应该明白我在说什么吧 廖老师 不管我明不明白 但有些事 就让他过去吧 灵白微微一笑 以后你和张老师 若是遇到什么事情 记得给我打电话就好 若是我的电话打不通 你找他 灵白摸出一张名片 递给廖文光 这是苏若冰的 很多事 都是当局者迷 廖文光应该是知道 曹杰和彭会的事情 好 廖文光收好名片 视线扫过窗外 脸上却不自觉露出几分怒意 第539章 我会举报到 顺着廖文光的视线 灵白看到 一对男女正朝这边走来 女生还穿着校服 至于男的 穿着件大花衬衫 留着小平头 那是张海洋 灵白认了出来 也是当年班上同学 虽然宁阳高中是 整个宁阳市最好的高中 但当年其实也有一些 通过各种关系 进入学校的学生 并不都是凭本事考进去的 张海洋就是其中之一 他当年也一直 跟外面的混混有些来往 就是他 廖文光有些气愤 他高中毕业之后 考上我们本事的宁阳学院 从那时候开始 就不停来学校里 祸害学妹 我跟他说了很多次 他还是质弱网闻 还说什么 他没犯法 才上高中的女孩子 本来就很难经受诱惑 这几年里 他都已经害得 好几个女生退学了 他们正说着话 张海洋已经带着女生 走进餐厅 两人直接上了二楼 廖老师 这要巧啊 张海洋主动跟廖文光 打招呼 而后他就看到林白 有些惊讶 咦 你是林白吧 好家伙 几年不见 你越来越小白脸了呀 有没兴趣跟我做事 我这不少富婆 就喜欢你这样的 不劳你操心了 我有富婆 林白淡淡一笑 倒是你 专门盯着还未成年的小女孩 是不是不行啊 哦 你身体确实不太行 有点虚 所以找这种女学生 能让你更有成就感 张海洋脸上的笑容 顿时消失 这也不奇怪 男人被当众说不行 多半是会不爽的 特别是张海洋 这种确实不行的男人 更不愿意被人这么说 林白 你知道吗 我这人 其实很尊重老师的 张海洋缓缓说道 所以这几年里 廖老师经常骂我 我也都听着 毕竟廖老师是我老师嘛 学生被老师骂几句 不算个什么 但我希望你搞清楚 廖老师可以骂我 你不行 你算个什么东西 跑来叫我做事 张海洋 你多虑了 我不会叫你这种东西做事 林白一脸淡定 我只是懂点医术 很客观地指出你有病而已 你要读过书 就知道 人不该会及记忆 我劝你 还是去看看病吧 张海洋 林白医术很好 你还是听劝吧 廖文光也冷冷开口 有病就去看病 别老盯着学妹 哼 廖老师 既然您这么说了 我过几天会去医院看看的 张海洋脸上的恼怒 一傻而逝 他很快又笑了起来 林白 其实我知道你嫉妒我 毕竟 我有完不完的学妹 而你 什么都没有 当然了 你也可以来跟我混 其实高中小学妹挺便宜的 花点点钱就行 而且啊 以我今时今日在宁阳的地位 我都不需要花钱的 不信你问问这位学妹 她能跟我 是不是她的荣幸 是 是的 女生小声回答 我们都是心甘情愿跟着海哥的 听到没 张海洋很满意 算了 林白 我不跟你计较 先带我的小学妹吃顿好的 她搂着那女生 到另一桌坐下 老板 把你们店里最贵的十个菜 都给我点上 廖文光脸色有些难看 却又无可奈何 既愤怒张海洋的肆无忌惮 又可怜那女生不争气 廖老师 不用急 事情很快会解决的 林白笑了笑 林白 张海洋好像混得不错 你 你还是小心点 廖文光压低生意 你毕竟不是本地人 还是算了 你也早点离开吧 张海洋这个人 说不定还会报复你 好 我明天就走 林白也不多说什么 因为张海洋的出现 这顿午饭 也让廖文光吃得食不甘胃 没多久 两人就吃完离开 廖文光下午还有课 廖老师 你这为人师表的 中午喝酒 不太好啊 张海洋却在这时跟出餐厅 我劝您啊 下午还是别去上课 不然的话 我会举报的哦 你 廖文光颇为气愤 哈哈 廖老师 别怕 我就说说而已 张海洋摇摇头 你也不是什么道德模范 又何必盯着我不放呢 大家都是人 谁也不比谁高贵 好了 我开房去了 廖老师 你尽管去上课吧 哈哈 张海洋摟着女生 钻进一辆宝马 很快离去 而几乎同时 两个平头青年 提着铁棍 气势汹汹 朝林白走来 小白脸 你敢往我老婆 往我兄弟老婆 老子弄死你 两根铁棍 一起朝林白砸了过来 第540章 即将是无高的 林白一伸手 就直接抓住了两根铁棍 告诉张海洋 不要这么老套 来点心意吧 林白语气里 有着淡淡的嘲讽 随即手一送 两个平头青年 就不受控制的 倒退数十米 最终一屁股坐在地上 半上站不起来 林白 张海洋真的来报复你了 廖文光有些担心 廖老师 我没事 你去学校吧 下午请个假 林白笑了笑 我去处理一下 他也没解释太多 踢着两根铁棍 疏然消失 两分钟后 他就看到张海洋那辆宝马 一根铁棍随手扔出 扎进车胎 车胎直接爆了 宝马一个急杀停下 草 啥玩意 老子刚买的新车 张海洋骂骂咧咧下车 不要怪车 是女人不行 林白翘无声息出现 车子是无辜的 而你 即将是吴高的 手中另一根铁棍飞出 直穿张海洋的裆布 啊 张海洋发出凄厉的惨叫 捂着裆布在地上翻滚 同学一场 我告诉你一件事 对你来说 吴高也是一种福报 林白淡淡说了一句 然后就转身离开 大冰冰应该休息的差不多了吧 林白决定回酒店 只是 刚到酒店门口 他就接到宋玉杰打来的电话 乖侄儿 我好像走火入魔了 你还帮我看他哦 虽然知道他在瞎扯 但林白中 就还是很快出现在沿河别墅 乖侄儿 喝奶吗 宋玉杰此刻一身白色紧身衣 就是他法器手套变化成的那套衣服 奶白奶白的 分外撩人 而他这会儿 还真在喝奶 不喝 我刚喝饱了 林白认真回答 他的闲者时间虽然很短 但也还是用的 毕竟刚刚享受过大冰冰 所以他现在抵抗力相对强一点 你不是说你走火入魔了吗 哪里入魔了 哦 乖侄儿 我昨晚住机失败了 这不就是走火入魔吗 宋玉杰一脸认真 当然不是 林白哭笑不得 他这都在想啥 稍稍犹豫了一下 林白还是决定说实话 你现在没法住机 但你不要停止修炼 等你真正进化到天道仙体之后 你就可以住机了 而在这之前 你修炼吸收的灵气越多 那你以后住机的效果就越好 原本他没有说这事 是担心宋玉杰百烂不修炼 毕竟他也不是很懂修炼 就让他一直练就行了 只是他现在终于发现自己 已经到了练气巅峰 开始住机 却总是住机不成功 那就只能跟他说实话了 想了想 林白觉得 还是要给他点动力 就又补充道 你若一直认真修炼 到时候你住机后可能会比我还强 你的上限会很高 有可能超过我 就算不能超过我 也会仅次于我 知道了 我一定会努力成为你最厉害的女人 宋玉杰果然有了动力 就在这时 他的电话却响了 看了一下来电 他就顺手接通 而他的语气 瞬间变得异常清朗 什么事 谁废了你 我既然是你老大 自然会帮你出头 你先去医院 晚点过来 宋玉杰挂断电话 转头看向林白 瞬间化为无穷妩媚 乖者 你刚刚把你的老同学 变成太监了 这么好玩的事情 你居然也不带我 张海洋 已经是你手下了 林白多少有点无语 他本以为宋玉杰刚来宁阳 还没来得及行动呢 哪知道他动作这么快 对啊 我把青山仙让给乔非烟了 所以我把人都带来了这里哦 宋玉杰嘻嘻一笑 宁阳这么个小地方 居然有四个 所谓的老大呢 分成东南西北四区 你老同学是南区老大 反正呢 他们已经被我教训了 决定都听我的 叮咚 林白手机响了 确实有人在群里艾特他 再一看 正是张海洋 张海洋 林白你有种别跑 留下地址和电话 at林白 许昕 啥情况 张海洋你压发什么疯 周浩杰 张海洋 你跟林白是不是有啥误会 at张海洋 张海洋 许昕你找死吗 信不信老子让你在宁阳 做不成生意 at许昕 张海洋 班长 我跟林白没误会 老子跟他势不两立 张海洋 林白你个狗东西 别装死 有种发定位 老子马上过来弄死你 at林白 林白也懒得废话 默默发了个定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